第一章重生到二十年前 京城郊区的一处废弃厂房里 一个相貌出色的中年妇女被绑着 她的脸上有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身上也满是血迹 哄 爆炸声响起 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飞扑到她面前 紧紧地抱住她 为她挡住了漫天的火光 不要 江月从噩梦中醒来 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江月 你怎么了 她看着眼前的女人 小眼睛 脸有些大 脸颊上还有几块雀板 江月猛地一惊 好疼啊 秦香跌倒在地上 眼泪汪汪地看着江月 江月看着地上的秦香 愣住了 眼前的秦香 穿着灰扑扑的长衣长裤 身上还有几个大补丁 她四周看了看 耳边传来隆隆的火车行驶声 车厢里拥挤不堪 每个人都穿着灰色 蓝色等各种衣服 这一切 怎么像是七几年的时候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 光滑白皙的手 穿着泥子大衣 黑裤子和小皮鞋 两条麻花辫子上的发绳 是粉色的 她现在要去哪儿 过去的记忆 突然在她脑海中清晰地出现 她已经结婚了 嫁给了爷爷老战友的孙子陆宇 陆宇身高一米八八 寸头 五官英俊硬朗 眼神凌厉 曾经上过战场 身上散发着肃杀的气息 然而 同学秦香却说 听从父母之命是不对的 她和陆宇不般配 她应该嫁给皮肤白皙 戴眼镜 有书生气质的人 那时候的她 因为一些误会 清醒了秦香的话 为了离婚 在家属院里大吵大闹 惹恼了众人之后 她逃回了京城 陆宇曾经挽留过她 但没能改变她的心意 这次 她听从了秦香的话 带着秦香一起去乡城 和陆宇商量离婚的事 她此刻正坐在去乡城的火车上 而眼前的秦香 正是和她一起去军营的 然而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 悲剧就开始了 秦香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爱上了陆宇 借着这次去乡城的机会 她联合了一伙人 把她迷晕后 迈到了小山村里 好一会儿 江月才回过神来 她真的回到了七六年的秋天 江月的手紧紧地握着手掌心 眼神中充满了杀意 老天有眼 她可以重新开始一切 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报应 看到江月冷漠的眼神 秦香突然感到害怕 想起她的计划 她又鼓起了勇气 她递给江月一瓶水和一个包子 江月 我刚买的水和包子 你快吃吧 江月的目光落在秦香手里的包子上 两个包子 一个里面加了东西 两瓶水 其中一瓶水里也加了东西 她只要吃了包子和水 就会被人带下火车 看到江月冷着脸不说话 目光一直盯着包子和水 秦香心里开始慌弯起来 她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江月正想着如何对付秦香 突然看到桌上的绿色帆布包 她脑中闪过一个计策 她伸手一下子 把绿色帆布包掉在地上 秦香立刻低下头 捡起帆布包 双手捧到江月面前 用讨好的目光看着她 江月接过帆布包 拿过桌上的包子 大口地吃了起来 没过多久 江月闭上眼睛睡着了 江月 秦香摇了摇江月的手臂 喊了几声后 发现江月没有醒来 秦香的目光闪烁了一下 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秦香吃着另外一个包子和水 打了个喝芡 眼睛沉沉地睁不开 她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昏睡了过去 过了十多分钟 江月睁开眼睛 把手里撕碎的包子 全都扔在地上 第二张 她从光里走出来 第二张 她从光里走出来 江月背上绿色的帆布包 朝着餐车的方向走去 她买了一份五毛钱的饭 端着饭吃过后 又在餐车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才返回原来的车厢 刚才的座位上 已经没看到秦香的身影了 他们带的行李 也有一大半不见了 我的行李不见了 江月大声地喊了起来 吵闹声 把承景引了过来 江月说她的同学和行李都不见了 承景听到后 立刻调查了起来 刚才我看到有对夫妻 带着她再上一站下车了 东西也是 他们提走的 寻找了半小时 也没有找到秦香的下落 曾经给车站打了电话 说了秦香失踪的事 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同学 江月带着哭腔 焦急地和城景们说着 我们会尽力寻找的 有消息就会通知江同志你 火车很快就到了乡城 江月背着绿色帆布包 踢着两个小步带下了火车 火车站外 陆玉和张旺正站在出站口 营长 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 嫂子他们怎么还没有出来 陆玉听到张旺的话 眉头紧皱 脸上也闪过一丝交集 江月离开江家时 并没有通知她 是岳父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找人查询后 才知道江月坐火车来了乡城 陆玉此刻心里是又高兴 又有些紧张 她这次过来 是愿意和她在一起了吗 想到这个 陆玉的嘴角微微扬起 江月走出出站口后 看着外面黑漆漆的一片 她心里有些懊恼 她过来 家里人和陆玉他们都不知道 现在也没有车 去不了陆玉那里了 看在路灯下 仿佛是从光里走出来一般 她看着陆玉 脑海里满是爆炸时 她扑过来 抱住她那一幕 她眼眶瞬间就红了 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 一般滑落 她手里的带子也落在地上 陆玉心头一紧 大长腿 快步朝着江月走去 喜你怎么了 想起江月不准她叫她媳妇 陆玉立刻改口 江月伸出手 抱住陆玉 大声哭了起来 陆玉浑身一僵 整个人有些手足无措了 她居然抱她了 可听到她哭得这般厉害 陆玉心里越发心疼了 谁欺负你了 告诉我 我去收拾她 江月紧紧地抱住陆玉 含着泪水摇头 陆玉心里疼起一股杀意 是谁让她媳妇哭成这样 她绝饶不了那人 张望站在旁边 看着这一幕 傻眼了 江月嫂子之前在家属院里 那可是一个耀武扬威 欺负了不少人 惹得那些嫂子们 害怕不已 上面那些领导们 也曾多次找银长谈话 可银长却没有怪罪嫂子 见惯了嫂子 嚣张跋扈的模样 突然看到她这般模样 张望忍不住抖了一下 江月哭了一会儿后 才止住哭声 抬头和陆玉的目光对上 看到她深邃的目光 江月的心颤抖了一下 发现自己还抱在她 连忙松开了陆玉 出什么事了 和我说一下 嗯 陆玉温柔地哄着江月 第三章 吃糖 第三章吃糖 听着她这般温柔的话 江月的脸疼得一下红了 她努力恢复着平静 过了一小会儿后 她抬起头 说道 陆玉 秦香不见了 我的行李也不见了 不见了 陆玉顿时明白过来 江月这次 是和秦香一起坐火车过来的 想到秦香 陆玉心里闪过厌恶 刚结婚时 媳妇并没有讨厌她 可秦香却一直在媳妇耳边 说着不着调的话 后来媳妇 才闹腾着要离婚 她不同意 媳妇为了离婚 在家属院里 闹腾了好些事情 江月快速地 把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抬起头 看着陆玉 前世 她和陆玉离婚后 看到秦香和陆玉 亲密地走在一起 秦香还找上她 说怀了陆玉的孩子 结果 这一切都是秦香自导自演 是骗她的 陆玉根本就没有娶秦香 更没有碰过秦香 回应里后 我去打个电话 让人帮着查一下 你别担心 陆玉安慰着江月 江月乖巧地点点头 一低头 却发现 她的手正被陆玉握在手里 她的心跳得更快了 嫂子好 张望的声音响了起来 江月吓了一大跳 紧张地想把手抽回来 可陆玉却把她的手握得很紧 陆玉冷冷地看向张望 带着寒意的目光 让张望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对不起嫂子 她太大声吓着嫂子了 没关系 江月露出浅笑 陆玉看着江月 心里微微有些惊讶 她今天很不对劲 以前看她时 目光都是带着刺 带着厌武和梳理 可今天 那些刺却全收了起来 江月收回手 她此时心里还有些乱 手突然空了 陆玉低眸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开口说道 上车吧 江月嗡了一声 上车时 陆玉扶了她一把 她在座位上坐下后 却听到了陆玉的声音 往里坐坐 江月抬起头 看着车外的陆玉 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 眼神很是炎热 她的脸有些发烫 江月往旁边的座位挪了一下 陆玉立刻坐了进来 她刚一坐下 江月就感觉到 她双手放在膝盖上 有些紧张地捏成拳头 以前她幻想过 回到以前和她相处的模样 可此刻 回到当初 她却有些手足无措了 给你带的包子 陆玉从口袋里掏出纸包 把包子递给江月 包子 江月现在看到包子 就想到情香 想起那些痛苦的事 她脸色大变 摇头拒绝道 不吃 看到江月脸色有些痛苦 惊慌害怕的模样 陆玉心疼不已 吃糖 陆玉从另外的口袋里 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 看着陆玉手里的 一大把大白兔奶糖 江月的心 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 这是她最喜欢的糖果 小时候 她伤心难过时 爷爷奶奶都会给她 一把大白兔奶糖哄她 她长大后 也是如此 她和陆玉结婚后 陆玉偶然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会给她大白兔奶糖 第四章 在大院里的名声极不好 第四章 在大院里的名声极不好 陆玉有些期待地看着江月 看到她接过大白兔奶糖 她心里很是高兴 江月撕开一颗后放到嘴里 奶香浓郁 甜甜的味道 让她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她低着头嚼着奶糖 她有些害怕 怕这一切是个梦 过了半小时后 车子到了营区 营长 嫂子 到了 听到张望的话 江月抬起头来 看向旁边 陆玉已经下了车 手里正提着两袋东西 目光温柔地看着她 江月低下头 快速地下了车 辛苦你了 陆玉对着张望说道 谢谢你 改天请你来家里吃饭 江月也开口 对着张望道谢 张望听到江月的话 吃惊地看了江月一眼 嫂子以前不是最讨厌 他们去家里吃饭 还说他们太吵没素质 一身汗臭味 烟臭味 嫂子太客气了 江月看着这个熟悉 又陌生的家属院 她心跳加速 每走一步 都像是她在云端一般 陆玉从看到江月时 就察觉到她的情绪 有些不对劲 她心里担忧极了 她现在要是询问的话 若是把媳妇给气跑了 这时候 院里还有一些人在走动 看到陆玉时 好些人开口打着招呼 陆营长 看到陆玉身边的江月时 这几人愣了一下 好一会儿才开口喊道 嫂子好 江月看着这些人 只是觉得他们面熟 一时间 没想起来这几人是谁 她脸上带着浅笑 微笑着说道 你们好 这话一出 让这些人都惊待了 江月在家属院里的名声 可是极不好的 性格高傲 嚣张跋扈 动手打人 还揍小孩子 平日里看到他们 也都是抬着下巴 一脸不屑的模样 没想到 微笑回应他们 这不是中邪了吧 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 江月低下头来 她想起以前的那些事情 脸上有些羞愧 原来的她 并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当时想和陆玉离婚 才会闹腾出这些事情来 陆玉看到江月回应众人 她的心情更愉悦了 媳妇果然有变化了 陆玉打开门 看向江月 江月快步走了进去 你在家休息会 我去打电话 听到陆玉的话 江月嗡了一声 陆玉离开后 江月看向屋子里 屋子是记忆中的模样 打扫得很是干净 东西也摆放得非常整齐 茶几上 还是她买的那块白色的桌布 上面放着一个花瓶 花瓶里并没有花 屋子正中间 挂着较圆的画像 墙边放着一个小柜子 墙上还贴着几句标语 江月朝着卧室走去 大的卧室里 窗户边摆放着一个桌子 上面有镜子 和还有几何雪花糕 一只口红 还有隔离油 和其他几样进口的化妆品 江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蜜意纤细 面容精致 笑起来时甜美不已 笑容收起时 却又是高冷不已 看着镜子时 完好无损的脸 江月哭了 第五章 钱都给你花 第五章钱都给你花 陆玉打过电话后 快速地赶回了家里 打开门 在客厅里没有看到人 她有些急切地推开卧室房门 看到江月躺在床上 已经睡着了 她望着床上熟睡的她 感觉怎么都看不够 这些天 她打电话回去 她都不接她的电话 前几日打电话时 又说起要和她离婚的事 她自然是不同意的 她睡着时的模样 乖巧得像是一只兔子 江月是听到了起床号醒来的 她睁开眼睛 看着房间里 空荡荡的 难不成 陆玉昨天晚上没有回来 她快速地起身 打开门 刚走出房间 就和陆玉撞上 江月直接撞在陆玉的怀里 疼不疼 陆玉没想到 江月会像一个炮弹一样的跑出来 撞在她身上 看到陆玉关心的眼神 江月心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她伸出双手 陆玉浑身一震 整个人都像是被雷击了一般 媳妇亲她了 陆玉低下头 看向江月 却发现她害羞地低下头 想逃开 她伸出大掌 立刻揽住江月的腰 低头亲了过去 她的亲吻很霸道 在她的强势进攻下 江月有些招架不住 她感觉呼吸都有些透不过气了 脑袋有些昏沉 陆玉松开江月 看到她面红耳赤的模样 她心里更激动了 媳妇主动亲她了 说明她不抗拒她了 媳妇 陆玉温柔地喊了一声江月 再次听到陆玉这声媳妇 江月的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爆炸时 她拼命扑过来 护住她那刻 她也喊了一声媳妇 嗯 陆玉震住了 她没有听错吧 她听到媳妇答应她了 媳妇 陆玉激动地把江月抱了起来 嗯 这一声 又比刚才声音大了许多 陆玉紧紧地搂着江月 心里比比武得了第一名 还要激动 你松开我 我快呼吸不过来了 江月声音娇娇地 传到了陆玉耳中 陆玉连忙松开江月 对不起 陆玉上下打量着江月 看到她紧张的模样 江月扑斥一笑 她前世是有多么的蠢 才会相信秦湘等人的鬼话 放弃了这么好的她 时间不早了 你快去上班吧 我给你买的早餐 你先吃 要是无聊的话 你去镇上走走 这是我这几个月的工资 都给你花 陆玉从口袋里 掏出一大把钱和各种票 塞到了江月的手里 江月看着塞在手里的 这一大把钱和票 用力地点头 好 听到江月说好 陆玉心里更高兴了 伸出手 摸了摸江月的额头 说道 中午 我给你带饭回来 江月又乖巧地点头 陆玉大步朝着门口走去 回过头 深深地看了江月一眼 江月冲她挥了挥小手 陆玉嘴角高高扬起 眼里的笑意也更浓了 陆玉走后 江月去了客厅里 看到桌上摆着两根油条 一碗粉 江月吃过早饭后 把桌子收拾了 把陆玉给她的钱和票 放在桌上 钱有120多块 粮票 肉票 布票等有十几张 第六张 买菜做饭 第六张买菜做饭 她记得 这时候 陆玉的工资是30多一个月 这是她三四个月的工资 看着空荡荡的家里 江月决定 去买一些做饭用的东西 从今天起 她要做饭给陆玉吃 以前都是吃的食堂 而且她很挑剔 觉得食堂里的东西很难吃 她如今的厨艺 虽然比不了大饭店的厨师 但抓住陆玉的胃 是绝没有问题的 陆营长 陆玉去营里的时候 一路上遇到了好些战友 众人纷纷打着招呼 陆玉也笑容满面的 和他们回应着 陆营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第一次看到陆营长 笑得这般开心 难不成 有什么喜事 家属院里 张玉看到玲玲 朝着她挥着手 嫂子 怎么了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谁了 张玉压低声音说道 玲玲疑惑地看着张玉 说道 谁啊 陆营长媳妇来了 什么 凌凌吃惊地看着张玉 她怎么来了 难不成 又是来和陆营长离婚呢 张玉摇了摇头 不知道 昨天晚上看到的 又有几个君嫂走了出来 张玉又把另外几人叫了过来 陆营长也不知道倒了什么霉 找了这样一个媳妇 可不是吗 女人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 一天到晚都不顾嫁 还给陆营长抹黑 正当众人议论的时候 江玉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到江玉 众人脸色有些尴尬 没想到 他们说闲话 郑主就出来了 几位嫂子好 江玉笑盈盈地和他们打着招呼 看到江玉和他们打招呼 众嫂子们都惊了 以前江玉看到他们 都是仰着头抬着下巴 一副高高在上 瞧不起他们这些乡下来的 看到江玉穿着泥子大衣 穿着小皮鞋 还夸着个君绿色的帆布包 玲玲先开口了 江同志 你这是 江玉以前不让这些人叫他嫂子 说要叫他江同志 所以这些嫂子们 都是称呼江玉为江同志 我想去镇上逛一逛 买点做饭用的东西 我打算在家里做饭 给陆玉吃 江玉是打算买锅碗瓢盆 再买一些好存放的菜 再添置一些其他的东西 刚才只是惊讶 现在众嫂子们是震惊了 江玉娇生惯养的 爱打扮 好吃懒做 连衣服都极少洗的 听说衣服都是露营长洗 他居然说 要做饭给露营长吃 江玉看到他们惊讶的模样 也知道自己在他们印象里太差了 他会改变这一切的 嫂子你们去镇上吗 张玉眼珠子转了转 他立刻说道 我去 我们也去 本来他们是可去可不去的 可今天江玉说 要买菜做饭给露营长吃 他们自然是想去看看 江同志 你这次来 是来随军的吗 张玉开口问出了大家想问的问题 是啊 众嫂子们互相看了一眼 都有些不相信 上次江玉在家属院里大闹一场 说要离婚 怎么短短一两个月过去 突然又说要随军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第七章 等我丈夫来娶 第七章 等我丈夫来娶 走了十多分钟 就到了镇上 江玉看向张玉和玲玲 说道 嫂子 你们打算买些什么啊 买一斤肉 再买点面粉 张玉立刻回答道 我也打算买一斤肉 我打算买排骨 江玉点了点头 跟着他们去了供销社 到了供销社里 江玉挑了一个菜板 两把菜刀 十个菜碗 十个饭碗 六个洋瓷缸 十双筷子 两个大脸盆 一个烧水壶 两个炒菜的铁锅 一个煮饭的铝锅 一个蒸锅 他的大手笔 让跟来的嫂子们都愣了 这真是花钱如流水 好几十块钱 就这么花出去了 他们的男人 一个月也才赚二三十块 这花钱也太凶了 江玉付了钱和票后 才发现 他忘了一件事情 他没有带东西 来装这些东西 这一大堆东西 他怎么提回去 江同志 你怎么了 看到江玉变了脸色 张玉故意提高声音问道 买这么多东西 他倒要看看 江玉怎么带回去 我忘了带东西来装 江玉听到张玉的声音 知道张玉是故意这样问的 江玉的目光 看向柜台旁边的麻袋 眼前顿时一亮 同志 我能不能借你们一个麻袋 明天我给你们送回来 听到江玉的话 柜台的售货员笑着点点头 好 江玉把东西全都装进了麻袋里 看着这一大麻袋的东西 江玉嘴角抽了抽 这些东西 可是有好几十斤啊 这要是背着回去 嗯 可能会累傻 江玉试着提了一下 重视珍重 这么走十几二十分钟 他得累趴下 他应该让陆玉借个自行车过来 把东西给拖回去 同志 我把东西放在这里 下午的时候 我让我丈夫来取 江玉对着售货员说道 好的 张玉本来想看江玉的笑话 却没想到 江玉居然说让陆营长来取 他立刻说道 江同志 陆营长他们工作很辛苦的 这一来一回 又得不少的时间 咱们女人不能为他们分忧 也别让他们辛苦啊 听到张玉的话 江玉哪里不明白 这是想让自己 把这一大堆东西背回去 嫂子说的没错 不过 我家老陆愿意辛苦 江玉笑眯眯的说道 我们去买菜吧 张玉还想说话 江玉却没有理他 快步朝着卖菜的地方走去 之前的他 也跟着他们来过镇上 但是菜市场里 他并没有进去过 他嫌弃脏乱叉丑 说是菜市场 其实就是供销社旁边 一块大的空地 当地的村民们 把家里种植的一些菜 拿出来卖 江玉挑了一块肉 买了一条鱼 还买了一些辣椒 青菜 又买了一些调料 随便一买 又是很大一包东西 看着这菜市场里的东西 江玉觉得好极了 这时候的菜 可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 新鲜 干净 没有农药残留这些 味道也比二十年后的好太多 江同志 我帮你提一点吧 玲玲开口说道 听到玲玲的话 江玉立刻道谢 谢谢嫂子 江玉给了一个袋子给玲玲 第八章 人比人 真是气死人 第八章人比人 真是气死人 江玉本来还想买点水果什么的 但现在 这么多东西 实在是拿不下了 他打算 等陆玉借了自行车来取的时候 再买点水果和糖果 给玲玲 还有另外 几家人送一点 和他们道个歉 想起自己闹痛的那些事情 江玉的脸就有些红了 江同志 我也帮你提一些 唐昭弟也开口 谢谢嫂子 看着江玉甜甜的笑容 这几个嫂子 也觉得 江玉似乎真的是变了 张玉看了江玉和玲玲 唐昭弟等人一眼 冷哼了一声 这些人都忘了 江玉之前 是怎么对他们的 回到家属院里后 江玉笑着和几位嫂子道谢 谢谢嫂子们 等我这里收拾好 我请嫂子们吃饭 听到江玉的话 玲玲白白手 笑着说道 不必客气 江玉想起陆玉给他的糖果 他走回房间里 拉开抽屉 看到里面有满满一抽屉的大白兔奶糖 他两只手抓了一大捧 快步走了出去 众嫂子们到了院子里 张玉扁了扁嘴 说道 你们还说他变了 他哪里变了 这么远帮着提东西回来 连口茶都不请你们喝 话音刚落 张玉就被打了脸 江玉捧着大白兔奶糖走了出来 嫂子们请吃糖 家里现在没有杨慈刚 不能请你们喝茶 玲玲和唐昭弟几人 连忙白手推辞 这个太贵重了 江玉每人给了四颗糖 看到张玉时 江玉也递了四颗给他 要的 辛苦嫂子们了 推辞不过 几位君嫂都收下了 江玉转身 进了房间里 玲玲看着手里的大白兔奶糖 感叹道 真没想到 江同志如今变化这般大 这可是咱们第一次 试江同志给的东西吧 这奶糖 我给我儿子带回去 听着他们夸赞的话 张玉有些酸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几颗糖吗 他哪里改变了 今天这些东西 得花录营 涨几个月的工资吧 这么败家 谁家的钱经得起这样花 这可是资本家小姐做派 听到说花钱 几个嫂子们 想起刚才江玉花钱的那模样 都有些心疼了 我要是一下子花这么多 我家老徐能打死我 张玉心里 那叫一个羡慕极度狠了 他男人也是营长 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 给老家寄五块 他们一家三口 一个月各种开销 只能用十五块 另外十块得存着 每天都在想着 一分钱要分成两半花 可江玉倒好 半小时不到 花了好几十块 人比人 真是气死人 一时间 大家都没有说话了 想到陆玉和他男人 正在竞争的时候 张玉眸光闪了闪 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这一次 一定能帮上他男人 江玉回了屋里后 开始打扫着屋子 虽然客厅和卧室里 打扫得很是干净 但是厨房里一直没用过 有许多灰尘 墙上也有老旧的污垢 卧室柜子里的被子 和衣服这些 好几个月都没清洗了 他拿出大铁盆 把有些美味的衣服 都拿了出来 第九章 资本家的小姐败嫁 第九章 资本家的小姐败嫁 老洛 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是啊 录音长 你今天和平时很不一样 中午下班后 众人开始打去入狱 入狱平时都是冷着脸的 很少看到笑容 可今天 到了单位 脸上一直带着 似有似无的笑容 嘴角时不时的扬起 我媳妇来了 一句话 让众人脸上的笑容 都消失了 江月在家属院里 那是鼎鼎有名 陆玉结婚时 他们也是吃惊不已 不明白 那么多优秀的姑娘不选 为何会娶江月这样的 前几个月 江月闹腾的那些事情 多离谱 看到众人沉默着 陆玉开口说道 他很好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陆玉提着饭盒 朝着食堂走去 屋里的几个人 面面相去 咱们也回去吃饭去吧 徐家笑着开口说道 陆玉提着饭盒 回了家属院 路上遇到好几个军嫂 本来在说着话 看到他后 立刻安静了下来 等到陆玉走远后 这些人又议论了起来 陆营长真是太可怜了 娶了这么一个败家女 以后的日子 可有得闹了 难不成 那江月真的是资本家的小姐 不然怎么这么败家 陆玉快步走进屋里 客厅里并没有看到江月 他心里有些不安 他立刻去了卧室 卧室里也没有江月的身影 陆玉打开书房的门 书房里也是空着的 陆玉心里急了 开口喊了起来 江月 听到陆玉的声音 江月从后院走了进来 你回来了 看到江月脱下了泥子大衣 穿着他的旧军外套 鞋子也换了一双布鞋 此刻 阴芒露泪的满身大汗 头发粘着小脸 目光闪闪发亮的 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 他的心跳 像是露了半拍一般 他装出淡定的模样 轻轻地点点头 你这是在做什么 家里的衣服很久没洗了 我打算把他们都洗一遍 听到江月的话 陆玉的心情 就像是吃了奶糖那半天 这水太冰了 你等我回来洗 你坐了一天多的车 快来休息 江月摇了摇头 你工作那么忙 这些活我来做 被单也洗了 不过被子 只能等天热再晒了 陆玉走上前 握住江月的手 他的手很冰 他用大掌给他的手搓了搓 把他的双手包裹着 傻丫头 被他温暖的大掌一握 瞬间就感觉暖和了起来 江月心里甜甜的 陆玉拉着他的手 到了桌边 说道 今天食堂的菜 有辣椒炒肉 炒包菜 煎鸡蛋 还有点鱼汤 陆玉把饭菜都摆在桌子上 江月想起供销社的东西 说道 等下吃过饭 你去借辆自行车 带我出去一趟 陆玉的目光 瞬间看向江月 要借自行车 他要出去 他想去哪 难不成 他又后悔了 想和他离婚 他绝不会同意的 陆玉的心情 立刻变得有些低沉了 我在供销社 买了好多厨房用的东西 我拿不动 你得去把东西拿回来 我还买了菜 晚上我们自己做饭吃 第十章 他吃他的剩饭 第十章 他吃他的剩饭 什么 他买了菜 晚上做饭吃 他不是不会做饭的吗 之前他说 要买些东西回来 他做饭给他吃 他拒绝了 说讨厌闻油烟的味道 陆玉 看到陆玉发呆 江月的手 好陆玉递过碗筷给江月 谢谢 我们之间不用客气 陆玉觉得 江月对他现在的态度 太过客气了 好 那我以后少说 江月低下头 吃着饭菜 今天洗了一两个小时的东西 又打扫了厨房 这会儿 真是累得不得了 陆玉用公块夹了一些肉 到江月碗里 江月抬起头 正准备说谢谢 想起刚才的话 冲着陆玉笑了 陆玉看着江月吃的香甜 没有像以前那般 挑剔这些饭菜不好吃 他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没多话 还压过了 他只吃了一小半 饭盒里还有一大半 吃饱了 江月点头 陆玉看到江月点头 直接拿起江月的碗 把碗里剩下的饭菜 全都倒到他碗里 唉 江月猛地睁大眼 看到陆玉大口地吃着 丝毫没有嫌弃的模样 他肯定是觉得 剩下这么多 不吃完会浪费 不知道为什么 食堂的饭菜 今天感觉特别的像 陆玉快速地吃完饭 把饭盒全都放到厨房里 江月走进去 准备洗饭盒 我来 陆玉握着江月的手 把他轻轻地推出厨房 你去沙发上坐着消消食 等我洗碗碗 去借自行车 带你去镇上 好 江月点头硬下 不过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厨房 看着陆玉洗碗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陆玉洗碗的动作很平常 可他看着 就是觉得 他这模样 让他心动极了 想起昨天晚上的闻 江月的脸突然又有些发烫了 陆玉回过头 看到江月脸上带着笑容 正望着他 陆玉回了他一个笑容 家里还摆着一些调料 还有肉 鱼 小菜等东西 听他说 买了很多厨房用的东西 陆玉想象着那些东西 摆放在厨房里 他做饭 他在旁边看着的模样 他的动作越发的快了 陆玉洗碗碗 走到门口 说道 你去穿件后外套 我们出去 江月点点头 他的脸更烫了 刚才他就这么站在这里 看着他洗碗 连换衣服的事都忘了 江月回到卧室里 看到卧室里只有一个枕头 他才想起来 昨天陆玉是睡着客厅 怎么了 好一会儿后 陆玉还没看到江月走出房间 他走到门口关心的问道 马上就好 江月穿上泥子大衣 走出房间 出了房间 两人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好些人已经吃完了中午饭 看到陆玉和江月朝着外面走去 合力和唐昭帝和陆玉江月打着招呼 陆营长 嫂子 你们这是出门 合力听媳妇唐昭帝说了今天的事情 他心里也很为自家营长高兴 第十一章 故意走有坑的路 第十一章 故意走有坑的路 合连长 嫂子 江月笑盈盈地和他们打着招呼 老陆陪我去把镇上买的东西带回来 今天晚上 我们打算做饭吃 合力听到江月的话 心里惊讶不已 之前媳妇和她说这事 她还有些不相信 没想到 江月真的打算自己做饭吃了 不过 江月好像不会做饭吧 那不是又得让陆营长忙活 陆玉看到江月的笑容 她的脸色微变 伸出手拉着江月 朝着前面走去 她还真的要做饭了 真是没想到 合力感叹道 我说了 江同志真的变了 你还不相信 唐昭帝说道 今天她买的那些东西 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虽然价格很贵 但这是一次性买其 不像他们 一点点的添置 实际上价格相差的也不大 陆玉去找了张望 借了自行车 坐上来 江月听到陆玉的话 坐到后座上 她伸出手 捏着陆玉的衣服 坐稳了 陆玉叮嘱道 叮铃铃 自行车的铃声响起 陆玉带着江月 可这路有些不平 摇晃过后 江月害怕地抱住了陆玉的腰 媳妇 抱紧了 这路有些不平 陆玉又叮嘱道 察觉到江月抱着她的腰 抱得更紧了 陆玉嘴角扬起 又看了一下前方的道路 挑了最平坦的路 没有再走有坑的路了 江月抱住陆玉的腰 她此刻的脸 又有些发烫了 江月 你怎么回事 你可是多活了几十年的人了 虽然没有吃过猪肉 但是也看过不少的电视电影 怎么搂个腰 还脸红了 江月在心里吐槽着自己 可陆玉的腰 是真的很 宽肩窄腰大长腿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屁股还有点翘臀 五官还那么的好看 这样的男人 是他男人 这样一想 江月心里更加美滋滋了 没多话 就到了供销社 看到江月过来 售货员很是热情的招呼着 同志你来了 嗯 我和我丈夫来取东西 陆玉看着地上的那一大袋东西 直接提了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他轻松提起的模样 江月忍不住在心里点了个赞 陆玉提着东西到了门口 把东西绑在后座上 媳妇 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听到陆玉一口一个媳妇 江月的心扑通扑通的 再买点奶糖和水果 再买点其他好存放的菜 江月还打算买点奶粉和卖乳精 现在的奶粉 可不是几十年后各种掺杂的 现在的东西很纯粹 奶粉可以泡着喝 做甜点 卖乳精来客人的时候 可以泡着喝 我陪你去 陆玉把单车锁好 跟着江月回了供销社 有没有巧克力 陆玉开口问着售货员 同志 我们这供销社没有巧克力 要市里的百货商店才有 江月望着陆玉 他以前确实是挺喜欢吃巧克力的 想离婚时 还故意用巧克力的事 和陆玉吵过几次 陆玉之前 请人从省城带了巧克力回来 却被江月给扔垃圾桶了 第十二章 不能说他男人不行 第十二章 不能说他男人不行 想起这件往事 江月的脸上就骚得慌 江月提着大白兔奶糖和奶粉 卖乳金 刚提着就被陆玉接了过去 还有什么想买的 陆玉温柔地问道 江月摇摇头 其他的在慢慢添置 听到慢慢添置 陆玉眼角的笑意更浓了 好 那以后再慢慢添置 走到自行车前时 看着后座那的大麻袋 江月开口道 你骑着自行车在前面 我跟着跑 这么多东西 他没地方做了 这么重的东西 他骑自行车也不方便 江月刚说完 整个人却被陆玉给抱了起来 啊 他惊呼着 陆玉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杠上 他抬起脚 上了自行车 拥着他 这样就好 江月的手扶着把手 他没想到 陆玉会这般带着他 这能行吗 听到媳妇的质疑 陆玉的声音 在江月耳边响起 媳妇 你男人当然行 以后不能说你男人不行 哄 江月的脸爆红 他刚才是觉得 那东西好几十斤 又占了那么大的位置 前面的把手上还挂着东西 说出这样的骚话来 陆玉看到江月害羞的模样 喉咙动了动 骑着车开始往回赶 江月被陆玉揽在怀里 他本来是有些害怕的 怕车子不稳 摔下去 可他的背 却紧靠着陆玉的背 让他的心里安心了许多 就好像是 有了靠山一般 陆玉的喉咙又动了动 这是昨天亲吻过后 又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媳妇身体的清香 随着风吹进了他的心里 本来有些安静的心 又怦怦怦地跳了起来 他努力地压制着心里的骚动 可微风吹过 媳妇的长发 又吹覆到他鼻尖 明明很长一段路 却感觉很快就到了 自行车直接骑到了小院前 陆玉停好自行车 双手抱着江月下的自行车 陆玉把麻袋取下来 双手提着朝着里面走去 打开门后 陆玉把东西放到客厅里 又走出门 接过江月手里的东西 我去骇车 你在家先休息会 等我回来收拾东西 陆玉大步离开后 江月缓了一会儿 开始把东西规制 过碗瓢盆 各种东西都放到厨房里 糖果和奶粉 卖乳筋等东西 放到客厅的柜子里 买的几个阳瓷缸 放到了客厅的桌子上 看着牡丹大红喜字的阳瓷缸 江月的心情也越发的好了 走到厨房里 江月看着地上和灶台上的菜 心里盘算着 晚上要给陆玉做什么菜吃 辣椒炒肉 肉末蒸蛋 谁煮鱼 肝捞粉丝 江月心里闪过好些道菜 他开始清洗 切菜 打算把菜都给处理好 等到五点左右就开始炒 陆玉回来时 听到厨房里洗菜的声音 媳妇 江月回过头 看着陆玉 不是说好我来弄吗 你休息会就去上班吧 这些东西我来 以前的江月 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娇娇大小姐 现在的她 饭菜做得极好吃 刀工也不错 第十三章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第十三章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江月已经切好了辣椒和猪肉 我不休息了 我来处理这些东西 你想怎么做 陆玉接过江月手里的菜刀 脸上带着笑意问道 那你把鱼杀了 清洗干净 然后改刀 把他用姜片 生抽料酒腌渍一会儿 话说完 江月才想起来 他只买了白酒 这年代 这地方还没有料酒 你把鱼收拾了 我自己来 陆玉点了点头 江月站在门口 看着陆玉快速地把鱼给杀了 鱼临去了 改刀后 清洗干净 他这动作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 全是实用 他怎么就会这么多东西呢 他这几年 到底是怎么过的 小菜陆玉 也很快地清洗好了 媳妇 晚上我回来炒菜 你在家休息 陆玉看了看屋子里 发现少了一样东西 我现在去买个炉子 买一些没回来 听到陆玉的话 江月待了一下 他是说 总觉得厨房里 少了什么东西 原来最重要的东西 都没买 用习惯了现代 那些高科技的厨造 忘了 现在是70年代 用的是炉子 蜂窝煤 买两个炉子 江月提醒卓陆玉 一个炉子炒菜太慢了 要是请客吃饭的话 至少要同时两个 炉子炒盒煮菜好 不然一顿饭 一小时都做不出来 好 陆玉刚出门 江月追了出来 你忘了拿钱合票 江月给了陆玉 三十块钱和几张票 谢谢媳妇 陆玉离开后 江月把其他的菜又处理着 咚咚咚 江月忙碌的时候 听到门口传来敲门声 江月洗了洗手 打开门后 看到是张玉 和另外几个嫂子 江同志 你这是在准备晚饭了 江月虽然不喜欢张玉 但她如今要融入进来 这会儿自然得表现得和善一点 只不过 张玉要是敢做些什么 她就对回去 看到江月没有说话 张玉直接挤了进来 快步朝着厨房里走去 她可是看到 露营长和江玉 带着一大麻袋的东西回来了 天啊 江同志 你买了这么多好菜啊 这么大一块肉 还有一条鱼 还有好几样小菜 还有腊肉 腊鱼 难不成 露营长和江月 今天晚上就吃这么多菜 吃得了这么多菜吗 其他几个嫂子 看到厨房里的东西 心里也有些吃惊 他们是看着江月买的东西 没想到 江月又买了腊肉和腊鱼 腊肉腊鱼 可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的 平日里很少舍得吃这个 几位嫂子来得正好 今天晚上 老陆和我请大家吃个饭 这几个人 是陆玉关系好的战友 今天他买了这么多东西 本来是打算明天请客的 今天是打算单独给陆玉做几个菜 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 如今他们来看到了 那就今天请了 张玉有些吃惊的看着江月 江月要请他们吃饭 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江月和陆营长结婚快一年了 来了这里好几次 可都没有请过他们吃饭 江月做的菜能吃吗 不会把他们堵死吧 江同志 你太客气了唐昭帝拒绝的话 还没说完 就被张玉给劫了 那可真是太谢谢江同志了 我盼着这一顿饭 可是盼了几个月了 第十四章 再说离婚的事 第十四章 再说离婚的事 玲玲也准备拒绝的时候 听到张玉的话 他们俩的脸色都有些变了 江同志不会做菜 今天请客 怕是要陆营长来做饭 他们怎么好意思 让陆营长来做饭呢 江月招呼着众嫂子们 在客厅坐下 他拿出四个苹果 进了厨房 把苹果给切开后 摆在盘里 端了出去 吃点水果 这个时候 苹果是最常见的 价格几毛钱一斤 又端了一盘橘子出来 江同志可真是太客气了 张玉立刻伸出手 拿着苹果吃了起来 虽然这苹果不贵 但他们平时吃的次数可不多 今天江月给的糖果 他给了他儿子吃 这苹果 也装一点给儿子去 想到这 张玉又拿了几块 往口袋里塞 唐昭帝和玲玲 觉得丢脸不已 江同志请客 吃一两块鲜果没什么 可是吃了又拿 这太丢人了 江月看了张玉一眼 没有和张玉计较 江同志 我们待会儿帮你做饭吧 唐昭帝笑着说道 玲玲也跟着点头 是啊 江月笑着说道 多谢嫂子 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不用帮忙了 唐昭帝和玲玲哪会同意 问江月还要做些什么 江月只好给了两个大蒜给他们 又拿了一些小菜和姜葱 张玉接过一小块大蒜子 手里掰着大蒜子 目光去看着客厅里 客厅里的柜子上了锁 里面堆的满满的 也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 江同志 你这桌子上 怎么还放块布呀 听到张玉的话 江月看向桌子上的那块白布 他以前去过很多咖啡厅和西餐厅 觉得像餐厅那样 放着布 放着花瓶 里面放着鲜花 心情也会好很多 这布是做衣服剩下的 江月没有说 这布是他在京城精心挑选的 如今这时候 要是这样说 一定会被人认为 是资本家小姐的做派 说他贪图享受 不和平农们一条战线 张玉发出嘖嘖嘖的声音 做衣服剩下的布 就这么浪费 江月没有再理会张玉 目光看向唐昭帝 笑着说道 老陆去买炉子和煤了 待会儿用心煤和糖嫂子 您换两块燃了的煤 不用换 待会儿我给你送过来 这江同志 又是给大白兔奶糖 又是请吃水果的 陆玉回来时 看到屋子里好些女人 愣了一下 目光看向江月 炉子买回来了 煤球我放在这边角落里 到时候用油纸盖着 好 陆玉双手提了两个炉子进来 看到两个炉子 张玉开口了 江同志 你们怎么买两个炉子 江月懒得和张玉解释 江月走到门口 正打算搬煤球 陆玉阻止了他 我来 江月也没有再坚持 想起请客的事 说道 今天晚上 我们在家请客吃饭 你叫上张望 再叫上其他关系不错的 听到江月的话 陆玉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这两天 他的举动和之前 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差别 可他心里 还是有些不安 他会不会 是借这个机会 再和他说离婚的事 第十五章 你是我们花钱买来的 第十五章 你是我们花钱买来的 离乡城几百公里的一处小山村里 秦湘睁开眼 看到周围漆黑一片 他吓坏了 秦湘心里有些恐惧 他这是在哪 秦湘一动 却发现手和脚动弹不了 他心里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 他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在他努力下 他往前挪动了一米多 触碰到了一个东西 哐当 东西倒下后 发出响声 嗯嗯嗯 秦湘发出喊声 可是他的嘴被一块破布给堵着 他用手把嘴里的布给扯下来 哦 这块布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好臭 秦湘放开嗓子 大声地喊了起来 救命啊 门外响起脚步声 秦湘心里有些激动 听到开锁的声音 秦湘的目光看向声音传来出 此时门外有了一些亮光 支呀 门被推开 秦湘开口喊道 救命啊 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子 踢着没有灯走了进来 秦湘心里突了一下 这两人这般气势汹汹的模样 好像是 你们是谁 秦湘心里有些惧怕 身体也朝着后面 缩着 啪 秦湘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剑蹄子 你喊什么喊 老婆子这一巴掌 打得秦湘跌倒在地上 脸也砸在地上 地上有一些石子 他的脸顿时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你是我们花钱买来的 放你出去 你做梦吧 老婆子破口大骂道 老老实实地在这待着 给我儿子生个孩子 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 老娘饶不了你 秦湘听到这婆子的话 整个身体如雷鸡一般 不 这怎么可能 明明江月吃了那包子和水 怎么是他被卖了 你们搞错人了 我不是江月 你们放我出去 啪 又一耳光打来 秦湘的嘴角破了 嘴里尝到了血腥味 你们搞错人了 我不是江月 他大声地解释着 什么江月 老娘不认识 你是老娘花了五十块钱买来的 五十块 听到五十块 秦湘想起自己身上带的那些钱 我有钱 给你们钱 你们放我出去 秦湘语气哀求地说道 听到秦湘有钱 老头和老婆子对视了一眼 老头冲着老婆子 使了一个眼色 老婆子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钱在哪 秦湘看到老婆子那贪婪的模样 眸光闪了闪 说道 你们松开我 我拿钱给你们 老婆子笑着点头 把秦湘手上的绳子给解开了 秦湘装作要拿钱的模样 在身上翻找着 他悄悄地看了老头和老婆子一眼 突然一伸手 把老婆子推倒在地上 朝着门口跑去 碰 后背被木棍重重地打了一棍子 他疼得放声大叫了起来 啊 贱蹄子 你敢打老娘 老太婆压着秦湘 用大掌狠狠地扇着秦湘耳光 秦湘被疼得不得了 脸也瞬间肿了起来 好疼啊 别打了 秦湘大声地喊着挣扎着 可老婆子并没有停下手 用木棍夹拳打脚踢 把秦湘一顿暴揍 秦湘晕晕了过去 昏迷前 秦湘心里恨得不得了 为什么 他表叔呢 为什么是他被卖了 江月去哪了 第十六章 自制麻辣火锅底料 第十六章 自制麻辣火锅底料 陆玉放好煤球后 说道 等我回来做饭 陆玉说完后 快不离开了 江月看到陆玉的身影消失后 转身回了屋子里 茶几上的苹果和糖果全部溅了 张玉的口袋里鼓鼓的 江同志 你家陆营长对你可真好 唐昭帝笑呵呵地说道 玲玲也笑呵呵地附和着 真让我们羡慕 其他几个嫂子也笑着夸赞着 江月听到他们的笑 抿着嘴笑了 陆玉对他 确实是好极了 江月看向两个炉子 决定现在就把炉子给生好 江月用铁钱加了两块煤球 说道 唐嫂子 麻烦你了 唐昭帝拒绝着 但拗不过江月 踢着煤球回了家里 换了两块过来 张玉看到这一幕 假意说道 江同志 要不要我帮你发煤球 江月如今这般的大方 他要是帮江月发煤球 说不定 不用了 江月的语气有些冷淡 目光落在张玉鼓鼓的口袋上 张玉看到江月的目光 连忙用手捂着口袋 哎呦 我肚子有些疼了 我先回去一趟 张玉快步跑了 玲玲和其他几个嫂子 看着张玉这模样 都觉得张玉太过分了 他们刚才 一人就吃了一块苹果 橘子还没吃呢 张玉就全塞他口袋里了 江同志 我帮你升煤炉吧 唐昭队看着穿着精致的江月 觉得江月对于这个 肯定是不擅长的 多谢唐嫂子 我会这个 江月把燃烧的煤球放进炉子里 把炉子下面的盖子给接 开又放了两块新的进去 把孔给兑上 用烧水壶装了一壶水 放到上面 另外一个炉子 用蒸锅也烧了一锅水 家里是有两个铁壳热水瓶的 待会儿就把这两壶水倒进去 就不用再去食堂里接热水了 江月拿着一个扇子扇着 想让煤球加快燃烧 唐昭帝和林玲几人 看着江月的举动 心里都有些惊讶 江同志之前对于这些火 可是嫌弃得不得了 身上要是沾了一点灰尘和泥土 那是恨不得立刻就换一身衣服的 江同志 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 你不要客气 唐昭帝觉得 他们来吃饭 不帮着做点事情 确实是有些过意不去 那请嫂子们包把碗筷洗了 那些腊肉帮忙切成薄片 腊鱼用水泡着 听到江月的话 唐昭帝和林玲几个 连忙上前忙碌着 没多话 这些菜都切好洗好了 炉子里的煤也燃烧得很旺了 水烧开后 嫂子们抢着把热水瓶给灌满了 江月打算炒几个菜 再直接煮个火锅 这样快速方便 今天买的这些调料 还真可以做火锅底料 江月快速地准备着 没多话 就把火锅底料的东西 都准备齐全了 今天还买了一小盆猪油 和一小盆牛油 如今猪油可是很贵的东西 平常人家炒菜时 都是放一点点 甚至是滴几滴 江月舀了一大块牛油倒入锅里 等它融化后 加入蒜瓣 大葱 洋葱 香菜边炒出香味 过了一会儿 加入辣椒和辣椒块 再把切碎的生姜倒进去 第十七章 整个家属院都闻到了香味 第十七章 整个家属院都闻到了香味 过了一会儿后 锅里的水分熬干了 江月加入了一大碗豆瓣酱 把红花椒和青花椒放进后 边熬边搅拌 江同志 你这是在做什么 好香啊 几个嫂子们 本来是在客厅坐着的 这会儿都凑了过来 我在做麻辣火锅底料 江月笑着回答道 众嫂子们站在门口 看着江月忙碌着 过了二十多分钟后 又把桂皮 香叶 八角 小茴香等东西倒入锅里 继续熬制着 哎舅 香味浓郁 但是辛辣味也非常的重 众嫂子们这会儿 都有些坐不住了 江月把窗户打开 房间也打开了 香味很快就传了出去 院里的好些人 闻到这个香味 都走了出来 张玉和另外几个嫂子 因为味道太呛人 都走了出去 这会儿 看到其他的嫂子们 张玉朝着他们招手 张嫂子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 这是什么香味 若营长家属正在做什么 麻辣火锅底料 听到张玉的话 好几个嫂子望向厨房的位置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香 还这般呛人 张玉听到他们的问话 有些得意的和大家解释道 我看他用了这么大一块牛油 还有香菜 洋葱 好多的香料 听到张玉的话 有嫂子开口说道 这火锅底料得花多少钱啊 这一锅 怎么也得花几块钱吧 听到花几块钱 有嫂子惊呼了起来 几块钱 这也太奢侈了吧 我们一天吃一块钱的饭菜 已经是很奢侈了 张玉听到后 故意说道 江同志可不一样 他今天买东西 一买可就是八九十块 中午的时候 就有嫂子听到了这件事情 这会儿听到张玉这样说 有嫂子好奇的问着江玉 买了些什么东西 张玉把江玉买的东西 说了出来 又说道 人家江同志买炉子 都是两个两个的买 可不像我们这些平农们 家里就一个炉子 唐昭帝听着张玉的话 觉得张玉这话怪怪的 江同志是来随军 家里什么都没有 一次把东西采买齐 是得花一大笔钱 玲玲也附和着 可不是吗 我们一次买一点 最后一算账 也得好几十块 有嫂子觉得 唐昭帝和玲玲说的对 也附和到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我刚来这里时 也花了不少的钱 张玉没想到 这些人会帮着江玉说话 难道这些人都忘了之前 江玉在他们面前 说的那些难听的话吗 说他们这些人是香巴佬 还说了其他的嫂子们 迟早会被收拾 她是香下来的没错 可这几年 她在这里 早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穿得不说多时髦 但也不是香巴佬 她哪里话多了 江玉此时已经煮好了 火锅底料 把这些底料 用一个盆装着 现在天气冷 过几个小时就能凝固了 到时候 就可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要是想吃这个的时候 拿一切煮火锅就可以了 江玉用勺子 咬了一点 尝了一小口 味道不错 第十八章 治章玉 第十八章治章玉 有好几个嫂子 走到厨房的窗户外 江同志 你这是做什么 江玉听到声音 抬起头 笑着回答道 这是川省的火锅底料 这东西做好后 一块可以煮一大锅菜 味道很是不错 听到江玉的介绍 有些人明白了 虽然没有吃过 但听懂了 张玉眼珠子转了转 从门外走了进来 说道 江同志 要不要我给你示威 替你尝一尝 张玉说完 手就朝着锅铲和碗伸去 江玉伸手阻止了她 说道 这个很辣 你吃不了 这种辣度 可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更何况 她知道张玉只能吃微辣 稍微辣一点 张玉脸上就会长痘 那痘又疼又痒 好几天都消不了 听到说很辣 她吃不了 张玉觉得 江玉这是不想给她吃 她说道 江同志 我能吃得了 你要多少给我 我都可以喝完 这东西这么香 又用了那么多牛油 可值钱了 这样的便宜 她可不能错过 你回家去拿个碗来 江玉看到张玉不听劝 决定质疑张玉 让她不要天天想着占便宜 听到江玉答应 张玉高兴极了 立刻回家 拿了一个碗跑了过来 看到这么大一个菜碗 江玉嘴角抽了抽 张玉真是的奇葩 一小块就能煮一大锅菜了 这么大一个碗装底料 都能煮十次八次火锅了 看到张玉拿着锅铲 她立刻抢了过来 张玉看着江玉 直妥了两汤勺子 她立刻说道 再多点 不行 江玉把锅给盖上 把张玉给推了出去 张玉的目光 有些不舍地看着那锅里 大半锅的什么火锅底料 居然只给她两汤勺子 这个资本家的小姐 可真是太小气了吧 这个要加菜加肉加水煮 绝不能直接喝 江玉当着众嫂子们的面说道 张玉扁了扁嘴 走到了门口 她特意端着大菜碗 对着外面的君嫂们说道 江同志送了我两勺子火锅底料 让我先尝尝味道 张玉特意把大菜碗 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圈 让大家知道 江玉有多么的扣门 唐昭帝美好气地看了张玉一眼 这明明是张玉自己脸皮厚 跑过去要的 结果还拿这么大一个碗 现在张玉这样做的意思 谁不明白 江同志就是太好说话了 江玉看着张玉在外面表演 他并没有吭声 这会儿张玉得意忘形 待会儿就要哭了 看着这碗里红彤彤的 模样好看得不得了 闻着这香味 张玉忍不住咽了口水 他端起碗 仰起头 大口地喝着这碗火锅底料 刚入口 张玉就察觉到很辣 他脸色巨变 想吐出来 可是想起这些东西的价钱 他又舍不得 拼了命地咽了下去 咳咳咳 张玉的脸顿时就红了 喉咙里也感觉火辣辣的 有一瞬间 他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辣 张玉哈着气 眼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 辣死了呀 可嗨嗨 他的目光 看向菜碗里剩下的那些火锅底料 他此刻哪还敢继续吃 端着碗 快速地朝着家里跑去 第十九章 白米冲刺的速度 第十九章 白米冲刺的速度 江玉看到张玉那白米冲刺的速度 忍不住笑了 他看了看客厅墙上的时钟 已经五点了 饭已经煮上了 他决定先煮火锅 江玉把腊肉 白萝卜等东西 先放了进去 猪肉和买的牛肉这些 等到快熟的时候再放 不同于刚才的火锅香味 没多话 腊肉 白萝卜等菜的味道 也传了出去 江玉还买了香肝 腐竹 毛肚 肉丸 江玉决定 再放几个鸡蛋进去 刚才他煮腊肉的时候 把鸡蛋也一起煮了十几个 江玉还在墙角 发现了一些木耳 干蘑菇等东西 刚才也用热水泡着 这会儿都加了进来 大铁锅里 顿时就塞满了东西 其他围观的嫂子们 刚才已经回去了 如今只有唐昭弟 玲玲和杨红 周巧四人在 杨红是杨副连长的媳妇 周巧是周副连长的媳妇 都是陆玉手下的人 看到江玉煮了这么一大锅 唐昭弟和玲玲都有些心疼 江同志 这些也太贵重了 这不贵重 想让你们吃开心吃高兴 唐昭弟和玲玲几人看着这个 走出了房间 过了没一会儿 一人提了一些东西进来 江同志 这个 看到他们提的东西 江玉连忙拒绝 可唐昭弟和玲玲几个 一定要江玉收下 盛情难却 江玉笑着把东西收下了 决定等这东西凝固了 每人送四块给这几位嫂子 张玉此时 喉咙辣得疼得不得了 他刚回去喝了两大瓢的冷水 也没能缓过来 脸上和身上 这会儿开始痒了 有些疼了 何丽 魏巍 张望 陆玉叫了八个人过来 他特意早些回来 想着媳妇不会做饭 他叫这些人帮忙做饭 媳妇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够这些人大吃一餐了 他们想吃大餐 当然要付出劳动了 绝不能累着媳妇 何丽 魏巍几人下午的时候 就听到陆玉说 要请客吃晚饭 他们心里都惊讶极了 陆营长 听说嫂子 今天买了好些菜 今天我们可是有口福了 嫂子真大气 几人正说说笑笑的 到了家属院门口时 闻到了火锅的香味 这谁家在煮东西 怎么这么香 这也太香了吧 这香味 可真是太下饭了 陆玉闻着这个香味 这似乎是四川的火锅味道 家属院里 居然有人会做这个 嫂子 这是谁家在做吃的 这么香 张望笑嘻嘻的 问着路边的嫂子 是陆营长媳妇在做吃的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陆玉 什么 他们没有听错吧 江月在做吃的 不是说江月是大城市里的人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能做出这么香的东西来 陆玉想起今天媳妇说的话 她加快了脚步 越往家走 香味就越浓 屋子里好多人在说话 还有好几个小孩说话吵闹的声音 陆营长回来了 一进门 陆玉看到屋子里的嫂子们时 愣了一下 冲着众人点点头 她快步朝着厨房走去 第二十章 手艺比国营饭店里的大厨还要好 国营饭店里的大厨还要好 厨房里 江月已经把小菜都加进去了 这会儿可以出锅了 媳妇 听到陆玉的声音 江月回过头 你回来的真是太好了 把这锅东西倒到桌上的大盆里 看着这大铁锅里的东西 陆玉愣了一下 结果江月手里的抹布 端着大铁锅朝着客厅走去 把菜倒进盆里后 陆玉回了厨房 还要炒什么菜 我来炒 陆玉开口说道 张望几人走到厨房里来 说道 嫂子有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 已经炒好了 江月笑着说道 可以开饭了 江月做了凉拌鲫鱼 青椒炒肉 蚂蚁上树 手撕包菜 炖了一个冬瓜肉片汤 还有这一大盆的麻辣火锅 虽然只有六个菜 但是分量足足的 江月还蒸了包子和馒头 江月把菜递给他们 众人看着这一桌菜 都惊呆了 嫂子的厨艺 这也太好了 这一大锅 看着也太好吃了 这里面好多东西啊 嫂子这厨艺 可真是太棒了 何力几人看着桌上 这一大盆东西 忍不住称赞了起来 其他的嫂子们 也大声地称赞着 江同志这手艺 比国营饭店里的大厨还要好 真是太香了 陆玉听着众人的夸赞 目光看向自家媳妇 她站在那里 脸上带着浅笑 正笑盈盈地 和众人说的话 大家快坐下吃饭吧 江月看向陆玉 陆玉冲着江月笑了笑 也开口招呼着众人 江月给几个孩子 泡了卖乳精 听到嫂子们说 今天这些菜 全都是媳妇做的 她心里那叫一个骄傲啊 我媳妇真棒 我媳妇真优秀 我媳妇哪哪都好 看着这些菜 陆玉又有些心疼江月了 陆玉拿着筷子 给江月加菜 媳妇最喜欢吃牛肉了 看着碗里的牛肉 又看到陆玉伸手继续加菜 江月用手拉了拉陆玉 提醒她 可以了 陆玉这才加上其他的菜 多谢陆营长 多谢嫂子 嫂子今天辛苦了 和力站了起来 端着杯子里的酒 今天是周末 他们是可以喝酒的 江月买了两瓶白酒 就是普通的那种 众人都站了起来 孩子们那桌 也站了起来 多谢陆营长 多谢嫂子 嫂子今天辛苦了 江月听着这些人的话 看了陆玉一眼 笑着说道 不辛苦 你们今天一定要吃好喝好 陆玉尝着菜 这味道真是好极了 她没想到 媳妇的厨艺 居然这般的好 这比她之前 在川省吃过的麻辣火锅 味道还要好得多 张玉坐在江月的对面 脸上和身上也有些痒 她恨恨地看了江月一眼 这么多好吃的 要是平时 她可以吃三大碗饭 可她喉咙伤着了 吃辣的会更疼 江月一定是故意的 把她害成了这样 她用筷子挑着盆里的肉 再疼 她也要多吃肉 把这些肉多吃一些 这样才能解心头之恨 徐家看到张玉的动作 用脚踢了张玉一脚 示意她斯文一些 不要这么丢脸 第21章 家里来电话了 第21章 家里来电话了 江月的胃口不大 吃了一会儿就吃饱了 她坐在陆玉身边 听着他们说着话 陆玉递给江月一个糖包子 她记得她小时候 是最喜欢吃糖包子的 而且江月喜欢吃糖包子 只喜欢吃有糖的那一块 其他的地方都不吃 看着陆玉递给自己的那一小块 江月惊讶极了 她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这个 江月接过后 冲着陆玉笑了 合力看到陆玉和江月甜蜜的模样 她用手捅了筒旁边的张望 示意她看 张望看到后 又示意微微几人看 几人挑了挑眉 都笑了 陆玉抬起头 看到这几人打去的眼神 她开口道 你们快吃 这可是你们嫂子辛苦准备的 嫂子辛苦了 众人端着酒 敬着江月 江月又喝了小半碗冬瓜汤 吃过饭后 江月本来打算洗碗打扫卫生 但是她和陆玉被推出了厨房 张望几人在厨房里打扫着 客厅里 唐昭帝和林林几人 也快速地打扫着 江月看着众人忙碌的模样 她的目光看向陆玉 陆玉此时也望着江月 她媳妇突然变化这么大 她心里是惊喜不已的 但她也疑惑 媳妇这是怎么了 陆营长 你家里来电话了 门口突然传来声音 应该是家里来的电话 陆玉温柔地说道 昨天你到了后 我给家里和岳父岳母他们 都打过电话了 想到陆奶奶和公公 江月也有些愧疚 陆奶奶对她好极了 可她之前为了离婚 还把陆奶奶给欺病倒了 公公也是个很和善的人 江月又想到了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他们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自私任性 不孝顺 让爷爷奶奶他们 伤心难过了 察觉到江月的情绪不对 陆玉牵过她的手 笑着说道 我们去接电话 陆玉又看向张望他们 说道 辛苦你们了 陆营长和嫂子 你们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了 对对对 没多话 就到了传达室 里面的邵兵 看到陆玉和江月 立刻行礼 陆玉还了一个军礼 陆营长嫂子好 邵兵微笑着说道 电话还要五分钟 请稍等 谢谢江月笑着道谢 没多话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陆玉拿起电话 开口道 喂 电话那头 是陆奶奶 昨天陆玉给他们报平安后 陆奶奶本想和江月说说话的 陆玉说江月累了 说改天再打电话 陆奶奶心里担心 怕大孙媳妇 又是去找大孙子离婚 今天就又打了电话过来 臭小子 你没有欺负院吧 陆奶奶如今虽然七十多岁了 身体很是不错 这会儿声音很是洪亮 江月在旁边听着 抿着嘴笑了 没有欺负他 奶奶 我欺负就在旁边 让他和你说 陆玉把话筒递给江月 江月接过话筒 里面传来了陆奶奶的声音 月儿啊 要是臭小子欺负你 你告诉奶奶 奶奶一定给你做主 第二十二章 两个奶奶 第二十二章两个奶奶 奶奶 他没有欺负我 江月听着陆奶奶的话 心里更加愧疚了 陆家和江家是世交 陆奶奶和奶奶两人的关系也是极好 陆奶奶对他像是亲孙女一样 听到江月叫他奶奶 电话那头的陆奶奶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好 那边不比京城 吃的用的没京城好 你要是想买什么东西 让臭小子给钱 别委屈了自己 奶奶也让钱妈 给你寄一些东西过去 陆奶奶知道 江月是从小教养着的 乡城那边条件艰苦 江月可能住不了多久 他希望陆玉能让江月 多住一些天 这样他盼着的大重孙子 就能早些来了 至于离婚什么的 陆奶奶觉得 江月是年纪小 还不怎么懂事 说到底 就是大孙子没哄好媳妇 一切都是大孙子的错 昨天 陆奶奶就把陆玉 狠狠地骂了一顿 还说 要是陆玉没哄好媳妇 就别回京城去了 他要是对你不好 你给奶奶说 奶奶揍他 江月听着陆奶奶的话 心里感动极了 奶奶 您不用给我寄东西 这里什么都有 他如今 对物质和吃的穿的 不在意了 臭小子说 等过年的时候 他有嫁能回来 到时候 你和他一起回来 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 陆奶奶说什么 江月因什么 陆玉看着打电话乖巧的江月 嘴角微微扬起 其实他见过他的次数不多 但他见过他的次数很多 有一次 他见过他面对大孩子 保护几个小伙伴 明明个子小 又瘦弱 却愿意挡在别人面前 挂断电话后 江月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 麻烦转接谢谢 没多话 电话通了 喂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江月本来就有些难受的心情 顿时绷不住了 奶奶 江奶奶听到宝贝孙女 带着哭腔的声音 顿时就心疼了 拔 你怎么哭了 奶奶 我想你了 江月眼里含着泪水 声音有些哽咽的说道 拔 奶奶也想你 你在那边好吗 江奶奶虽然知道 陆玉对江月很好 但她还是有些担心宝贝孙女 我很好 奶奶你别担心 好好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要是钱不够花 给奶奶说 奶奶给你汇钱 江奶奶想起孙女闹腾的事 又说道 陆家小子是个好孩子 你不要听外人的闲话 他对你也是真心的 江月恩了两声 没有反驳 又说起了情香的事 昨天陆玉已经说过这事了 你爷和你爸爸打电话 联系了好些人 和奶奶打过电话后 江月又给爸妈打了电话 是宝儿吗 江妈妈接到电话后 立刻问了起来 妈 你这孩子 你一声不吭就跑了 你要急死爸爸妈妈 江妈妈生气的说道 对不起 是我任性了 听到女儿的道歉 江妈妈愣了一下 这些天 女儿和她吵了好些次 从家里 跑回到公公婆婆住的大院里 结果没住两天 就一声不吭的跑了 她都快急坏了 第二十三章 不能单独出行 第二十三章 不能单独出行 听到女儿道歉 江妈妈愣住了 宝儿 你没事吧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你和妈妈说说 江妈妈更加心疼了 妈 我和陆玉很好 你不用担心 等过年的时候 我们回来看你们 江妈妈听到女儿 和女婿过年的时候回去 心里更惊讶了 女儿不是闹腾着要离婚吗 怎么突然就改变想法了 江妈妈还想追问 江月把电话给了陆玉 让她和妈妈说话 妈 我是陆玉 江妈妈的话 顿时就咽了下去 小陆啊 月儿脾气有些倦 还请你多多包容一下 江妈妈叮嘱道 月儿很好 请您和爸放心 说了一会儿后 电话挂了 陆玉和妈妈说的话 她都听到了 陆玉付了钱后 看向江月 我们在院里走走 江月点点头 今天辛苦你了 听到陆玉的话 江月摇了摇头 不辛苦 那些年 比这辛苦的事情多了去了 这只是做一顿饭 更何况 还有那么多人帮忙 以后做饭的事 我来 陆玉开口道 你不喜欢吃我做的饭吗 江月抬起头 目光直视着陆玉 陆玉嘴角带着笑容 说道 喜欢极了 只不过 我怕你累着 我不累 以后我做饭 你洗碗 江月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 重活一事 她对于洗碗 还是有些不喜欢 听到江月的话 陆玉点头 好 以后你做饭 我洗碗 虽然她这么答应了 但是陆玉还是打算 以后多帮媳妇做些事情 让媳妇不要累着了 等到他们走了一圈 回到家里的时候 客厅和厨房里 早就收拾干净了 谢谢大家 谢谢嫂子 江月和陆玉 向众人道谢着 该我们谢谢你们才是 江同志的手艺好极了 唐昭帝几人笑着夸赞着 一番道谢过后 江月用油纸 把切好的火锅底料装出来 送给了几位嫂子 众嫂子们连忙道谢 众人离开后 房间里就只有江月和陆玉了 察觉到陆玉目光 紧紧地盯着自己 江月有些不自在 她想起了秦香的事 江月说道 秦香有消息了吗 听到媳妇问起秦香 陆玉回答道 现在还在调查 公安那边说 要是有消息了 会立刻通知我们 通知秦香家里了吗 陆玉点点头 已经通知了 看到江月低着头 陆玉以为江月是自责 说道 她失踪的事 不是你的错 你别怪自己 公安会调查清楚 把人给找到的 听到陆玉安慰的话 点了点头 看到媳妇沉默着 陆玉伸出手 握着江月的手 这次秦香失踪的事 陆玉觉得有问题 她自然是听说过 火车上有人贩子的事 他们的人 还和公安一起联合打击过 而这一次 秦香突然失踪 这件事情 要仔细地调查 若不是媳妇恰好走开了 那些人贩子 会不会对媳妇下手 一想到这个画面 陆玉心里的杀意更大了 一定要把这些人贩子 都给抓捕了 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宁 以后你去镇上或县城 一定要和嫂子们一起去 不能单独出行 第24章 传言江月失踪了 第24章传言 江月失踪了 京城 陆杰牵着女儿子 走进屋子里 对着陆妈妈说道 妈 我听说江月要和弟弟离婚 听到陆杰的话 陆妈妈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从哪里听说的 这事情在大院里都传遍了 说的可难听了 陆杰很是生气 我弟弟那么优秀 江月根本就配不上我弟弟 要不是爷爷奶奶 他们坚持 江月怎么能进我们家的门 他居然还想离婚 陆妈妈自然也听说这件事情了 他一开始就不喜欢江月 他觉得江月配不上他儿子 江月才是一个高中生 被江家娇生惯养的 脾气还那么坏 又不过公公婆婆 丈夫还同意这事 他虽然不同意 但也没有多拦着 你弟不想离婚 听到妈妈的话 陆杰更生气了 妈 你说弟弟是怎么想的 那么多大学生 还有那么多好姑娘 他都瞧不上 偏偏同意和江月那个臭丫头结婚 这大院里 比江月好的姑娘多了去了 弟弟却偏偏一个都没看上 我听人说江月去乡城 找弟弟离婚去了 陆杰又说道 他是去了乡城 陆妈妈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可太好了 等我弟和他离婚 妈你一定要告诉我 陆杰都想好了 要给弟弟介绍 谁当对象 事情没结束前 你不要去外面嚷嚷 陆妈妈警告着大女儿 陆杰笑着点头 您放心 我知道的 陆妈妈如今也在想着 等儿子离婚后 给儿子介绍一个好的 叮铃铃 电话铃声响起 陆妈妈接过电话 嫂子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陆妈妈很是高兴 刘娟 你回京城了 没有 我还在江城 我今天听到了一些事情 电话那头的好友 说起了他听到的事情 今天我在单位 听到说 有京城到乡城的小姑娘 在火车上被拐卖的事 那小姑娘 好像是叫江月 什么 陆妈妈听到这事 脸色立刻就变了 江月被拐卖 这怎么可能 现在江城这边的公安 和乡城的公安 派了好些人 都在寻找那个姑娘的下落 不可能 陆妈妈连忙否认着 要是这事是真的 她昨天就应该听到消息了 是真的 这件事情 省里都下了命令 说是一定要把人给解救出来 陆妈妈听到这话 心里也有些着急了 难不成 江月真的被拐卖了 陆妈妈和刘娟 说了几句话后 立刻给人打着电话询问着 喂 梁姐 我想询问一个事 陆妈妈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 有的说不清楚 而有的说 是有一个京城的女孩 坐火车去乡城 失踪了 现在正在查找 听到这话 陆妈妈更加坐不住了 要真是江月出了事 那陆家的名声 可就丢尽了 陆妈妈再也坐不住 给陆爸爸打了个电话 老陆 夫人好 首长现在不在 有什么话 您需要我转达吗 等他回来 请他给我回个电话 第25章 因为结婚的对象是他 第25章 因为结婚的对象是他 江月拿着大铁桶 朝着厕所里走去 没多话 他提了一壶开水 准备倒在大铁桶里 我来 陆玉提着开水壶 把热水倒进铁桶里 又打开水龙头 对了一些冷水 感觉水温可以了 才停止添加冷水 一桶水够吗 听到陆玉的话 江月摇摇头 我还想洗头发 估计还得摇一瓶水 陆玉去了客厅 拿了另外一个铁桶过来 又倒了一桶水 对好后拿了过来 我再烧点水 要是水不够 你和我说 陆玉说完 转身进了厨房 江月抱着干净的衣服 进了厕所 痛痛快快地洗了头发 洗了澡后 江月换了衣服 用毛巾包着头发 走了出来 出来后 看到陆玉坐在沙发上 陆玉吹 江月突然想起 这个时候 哪有什么吹风机 他连忙把没说完的话 咽了下去 陆玉听着江月的话 抬头看着江月 看到他穿着一套 白色的纯棉睡衣裤 头发用毛巾包着 明明是非常简单的打扮 可在他眼里 却是好看得不得了 江月低下头 搓着头发 这样的天气 没有吹风机 头发也不知道 要多久才能干 只能拼命地搓了 陆玉看到江月低着头 用毛巾搓着头发 他走上前 接过江月手里的毛巾 江月疑惑地看着陆玉 陆玉没有说话 双手用毛巾 帮着江月搓着头发 江月看着陆玉 两人的距离非常近 在灯光下 他都能看到 他脸上的汗毛 还有他那如寒潭 一般深邃的眼睛 他正专心 致志地给他擦着头发 看着他动作轻柔的模样 江月的心 像是灌满了蜂蜜水一样 他当初太蠢了 信了秦香的那些谎言 他是这般正直 善良的人 绝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情来 秦香怀孕的事 也绝不会是真的 这么一想 江月心里越发的难过了 是他对不起他 对不起 江月开口道 陆玉听到江月的话 低下头 看着江月 突然说 对不起做什么 是我听信了别人的话 误会了你 听信了别人的话 陆玉的眼神变得深邃了 他已经猜到了一些 刚开始 他愿意和他结婚 是他不想去下乡 也因为两方的爷爷奶奶坚持 说要他们结婚 他本不想结婚的 但因为结婚的对象是他 他才动了结婚的念头 他在结婚之前 和他说过好些要求 他都答应了 分房睡 没有他同意前 他绝不能碰他 结婚后 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也不许让他做 他说的那二十多条要求 他都牢记在心里的 陆玉继续给江月 用毛巾擦着头发 而江月没有听到陆玉的回答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他是不是生气了 觉得自己以前做得太过分了 江月一抬头 他的嘴刚好和陆玉的嘴碰上 江月的眼睛猛得睁大 他想退开 可陆玉却伸手揽住他的腰 把他搂紧了 陆玉的唇压了下来 江月猛了一下 被陆玉抱得更紧了 第二十六章 江月的打算 第二十六章江月的打算 他被亲了有些晕头转向 他的手也抱住了陆玉 过了一会儿 陆玉松开了江月 看着脸色通红的江月 陆玉低下头 用额头碰了碰江月的额头 声音温柔地说道 傻丫头 你不会唤气啊 被陆玉一说 江月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他狠狠地瞪了陆玉一眼 踩了他一脚 陆玉没有避开他的脚 发出了一声闷哼声 江月愣了一下 难不成他下脚太痛吗 你没事吧 听到江月的话 陆玉笑着摇头 继续拿起毛巾 给江月擦着头发 过了许久后 陆玉停了下来 好了 陆玉笑着说道 你先回房间去被子里做会 再过会再睡 这样头不会疼 听着他的叮嘱 江月乖巧地点头 江月直接回了房间里 以前的他会把房门给关上反锁 但现在他没有关上房门 而是直接坐上床 陆玉 天气冷了 你不要睡沙发了 今晚睡卧室 江月说完这句话 感觉脸更红了 他把被子扯过来 捂在自己脸上 哐当 客厅里响起了东西 砸在地上的声音 江月听到声音 掀开被子 穿着拖鞋 朝着门口走去 怎么了 陆玉立刻回答道 没什么 我马上收拾好 陆玉此时的心 怦怦怦地直跳 他刚才听到媳妇的话 吃惊激动地 把铁桶给掉地上了 谁也撒到地上 江月看向客厅 地上满地的水 你没烫着吧 江月走到陆玉面前 仔细地看着他 没事 你快进被子里去 别动着了 陆玉说完 用抹布抹着地上的水字 江月看着陆玉的模样 笑了起来 要是他没看错 他现在是害羞了 耳朵都是红的 脸上也红了 想到前世 他和他第一次在一起的模样 江月的脸又红了 两人都是第一次 结果 江月的脸更烫了 他转过身 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胡思乱想什么呀 坐到床上后 江月看了一眼屋子里 这个时候 晚上可真无聊啊 以前可以看电视 还有手机 交通通讯 都是极为发达的 书桌上空荡荡的 不远处的书架上 倒是有不少的书 江月走过去 看到好些是军事方面的书 江月随意翻了一下 这时候 除了这些书 就是红书 还有一些农作物种植什么的 其他的书 如今都不能摆出来 更不能明着看 他来这边后 做个什么事情好呢 江月可不想天天都在家里 等着陆玉下班 他还年轻 他不想早早的生孩子 带娃 每天都围绕着这些事情转 想起后来上的大学 江月决定 好好复习 之后还是要考个大学 可现在离考大学 还有好几年 现在做生意的话 也太早了 现在都是集体经济 还有黑市 不允许个人买卖 如今换个东西 也只能是悄悄的换 菜市场那些村民们 也都是悄悄的 并不是天天都在买 若是被查到 就要被抓进去蹲几天 种菜卖 这个太费力 也太费功夫 家破人亡的仇恨 第27章 家破人亡的仇恨 去做翻译 这里离市里要一小时 机会肯定是有 不过 他现在去一趟市里 也不容易 等下次去市里的时候 他去找找 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要是能行 他也能多个收入 至于当军医 想起以前的工作 江月叹了一口气 如今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 谁会相信 他会多少医术 如今在外面人眼里 他学的那些医术 是和奶奶 姑姑他们学的 可能也就是和乡下的 赤脚医生差不多吧 他如今要是想当个军医 倒不是男士 可他刚回到这里 还想着多和陆玉相处 突然 江月想起了一件事 就在这几天 陆玉好像出了一个任务 后来 一个多月后 陆玉才回来 那时候 他从小山村里逃了出来 来找陆玉 却被人传出 他已经不清白的传言 而他在来乡城的时候 把家里给他在乡城 文工团的工作 给了秦香 秦香在文工团里的几个好友 都嘲笑过他 说过很多难听的话 还针对过他 对于文工团 江月是有些不喜欢的 秦香如今 也算是自食恶果了 不知道为什么 江月有一种预感 他觉得 秦香不会这么容易 被收拾掉的 要不了多久 秦香就会出现在他面前 他和秦香的仇 这一生一世 都不可能解开 想到爷爷奶奶被气死 爸妈吵架 家里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 可以说是被害得家破人亡 不仅如此 江月还怀疑 他家里出的这些事情 不只是秦香 应该还有其他人的参与 不然就凭秦香 也不可能闹腾成那样 江月打定了主意 这个工作 他要去退掉 听到动静 江月抬起头 看到陆玉穿着短裤 和背心走了进来 头上的头发 已经擦干了 这么冷的天 他穿这么少 不冷吗 陆玉看到江月的表情 却以为江月是改变主意了 不想让他睡 他脚步停下了 开口道 我去睡沙发 你谁让你睡沙发了 江月瞪了陆玉一眼 这个笨蛋 陆玉听到江月的话 这才知道他误会了 他露出笑容 说道 抱歉 我以为看到江月还瞪他 陆玉连忙改口 你是有什么事 想和我说吗 江月说了 想把文工团的工作 退回去的事情 陆玉愣了一下 这件事情 他也是知道的 而且 这里面也有他的推动 他之前立了一个功劳 上面问自己想要什么 文工团的工作 是这边所有工作里 最光鲜亮丽 也是最受人喜欢的工作 但没有真本事的人 很难进去 除非是走后门 搞特权 退了文工团的工作 你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陆玉是怕媳妇后悔 他这辈子 从没走过后门 为了媳妇 他破例了 当然 这也不叫走后门 他是用功劳换的 更何况 媳妇唱歌跳舞样样都好 而且还有岳父岳母的关系 文工团的团长 也是知道媳妇的 看过媳妇以前的表演 第28章 想去读大学 第28章想去读大学 我打算 在家里学习 等过几年 去读大学 陆玉是军校毕业的 再读军校时 就曾出过几次任务 后来这几年 也经常出任务 是大院里人人称赞的 优秀军人 他当然要读大学了 不过江岳不想再当军医了 太累了 听到媳妇要去读大学 陆玉微微有些惊讶 他并没有想着 把媳妇绑在身边 时时刻刻都陪着他 他一年里 有好几个月要出任务 媳妇有他自己的生活 有他自己的事情 只不过 读大学的话 乡城如今的大学 并不是特别好 难不成 媳妇是想回京城去读大学 要是媳妇想读大学 陆家和江家 都能拿到推荐名额 可现在 媳妇刚来这里 等等 媳妇刚才说的是 过几年再去读大学 陆玉的心情 顿时就欢喜了许多 好 都听你的 这文工团的工作 不要也罢 媳妇每天去训练 得花好几个小时 听说里面 还有各种勾心斗角 听到陆玉的话 江岳心情更好了 他同意他的决定了 你不觉得 你老婆没有工作 会被人瞧不起吗 老婆 陆玉听到这两个字 立刻明白意思 他笑着说道 我能养得活年 你不需要去工作 你只用开开心心的就好 之前在那边的时候 他的津贴和工资非常多 每次出任务后 也能得到一笔津贴 他这些年赚的钱 都存着的 更何况 他给秦力他们还投资了 如今秦力他们生意 做得不错 每年的分红 也有一笔不小的钱 江岳激动地抱住陆玉 开心地笑了 他知道 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当初他要离婚 他还给了他一笔钱 那笔钱 在现在来说 可是巨款 可当时的他 很是生气 把那个存折给撕了 陆玉你真好 陆玉的身体一震 整个人都有些手足无措了 但他又怕媳妇摔着 右手放在江岳身后 挡着 江岳点气脚尖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明天我去文工团 把工作退了 好 陆玉的喉咙有些干 声音也有些色 突然 江岳察觉到了不对劲 踏踏踏 那脸 江岳猛地松开陆玉 直接跳回床上 用被子包着自己 陆玉看到江岳的反应 他傻了 他本来控制着自己 可是媳妇一直在他面前摇晃着 而且两人穿的衣服 棘手 媳妇身上的清香味 又一直往他鼻子里钻 他感觉所有的热气 全都涌向一出 他 我困了 我睡了 江岳的声音 从被子里传了出来 好 江岳躲在被子里 脸红红的 他虽然想着 好好和陆玉过日子 可他这他 一下子就害羞了 看着被子里躲着的媳妇 陆玉深呼吸了几下 压制着身体的骚动 可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陆玉朝着外面走去 没多会儿 厕所里想起了洗澡的声音 江岳想起 刚才的热水只流了一壶 陆玉已经洗过了 现在又洗 他在洗冷水澡 第29章 退掉文工团的工作 第29章 退掉文工团的工作 江岳心里是又心疼 又有些生气 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后 江岳睡着了 江岳刚睡着没多会儿 陆玉就走了进来 他抱了另外一床被子进来 他以前的自制力 可是极好的 可现在 遇到媳妇 却全都破功了 陆玉倒是想抱着媳妇睡 可他刚才就那样了 如今媳妇刚改变主意 要是吓着媳妇 媳妇跑了 他哭都来不及 再等等 陆玉把被子轻轻地放下后 也躺了进去 江岳是听到起床号醒来的 他发现 他睡的位置 是陆玉的位置 难不成 他又睡的沙发 看到床上多出来的一床被子 还有多出来的枕头 江岳笑了 陆玉 江岳开口喊着陆玉 媳妇 馒头和粥都在锅里 你睡醒后再吃 我先去单位了 听到江岳的声音 陆玉走了进来 看着像是睡美人一般的媳妇 陆玉的声音更温柔了 他低下头 亲了江岳一口 快步走了出去 陆玉离开后 江岳又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已经是九点多了 江岳洗漱过后 吃过早饭 换了一身衣服 背着小胯包 走出了家里 江同志 你这是去哪 有嫂子看到江岳出门 好奇地问道 我去一趟文工团 江岳回答道 江岳到了文工团后 看到文工团里 非常的热闹 好些女孩子 正在练习着 同志 你好 我想找刘团长 同志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江岳的名字 少兵立刻去禀报了 没多会儿 江岳就在别人的带领下 去了刘团长的办公室 刘团长是个 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 模样也是极好 刘团长好 小江同志来了 刘团长以为 江岳是来报道的 很是高兴 等你好几天了 都安顿好了吧 听到刘团长的话 江岳开口道 刘团长 我不是来报道的 我是想 把这个工作退回 听到江岳的话 刘团长急得立刻站了起来 退回 你不来文工团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若是有什么困难 你给我说 我们想办法解决 江岳摇摇头 说道 没有困难 只不过 我想在家里学习 以后去读大学 听到江岳想去读大学 刘团长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了过来 小江同志 你想进步是对的 但现在 你还没有去读大学 可以来文工团 等你读大学时 再去读大学 江岳可是个好苗子 刘团长不想错过 谢谢您的好意 这个工作 本来也不是 谢谢您的好意 江岳一直推辞着 却没想到 刘团长 却让他回去考虑一星期 等想好了 再来回话 江岳从文工团离开时 训练的那群小姑娘 刚好走了出来 众人看着江岳 低声议论了起来 这是谁 他不会也是来文工团的吧 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哪里好看了 比笑意差远了 有人想和江岳说话 江岳却没有理会他们 第三十章 碰瓷 第三十章碰瓷 江岳回到家属院时 看到好些人围在一起 有人哭哭啼啼的 还有人在劝说着 江同志回来了 江岳疑惑 这些人这是在做什么 江岳走过去 看到哭闹的人是张岳 看到张岳的模样 江岳惊讶了 这种成猪头脸模样的人 是张岳 看到江岳惊讶的模样 张岳想起 昨天晚上疼得一晚上没睡好 今天又被众嫂子们指点围观 他心里的怒火顿时更大了 江同志 张岳说是 吃了你家的东西 变成这样的 你怎么说 江岳听到声音 目光看向说话的人 这是萧团长的老婆 看到萧团长老婆旁边的人时 江岳收回了目光 黄如是在市里的一个工厂上班 有一儿一女 如今儿女都在读高中 黄如身边站着的是萧姨 萧姨是萧团长的侄女 也是萧副师长的女儿 是文工团里的一枝花 听到张岳的话 黄如看了江岳一眼 黄如每天都会回家属院里来 但她工作很是忙碌 平时和家属们打交道也不多 对于江岳的大名 她自然是听说过的 江岳之前可是成了团里的反面教材 她家老萧回家后 好些字都叹着气 说路于那么好一个人 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媳妇 她今天带着侄女在院里散步 张岳带着人找上她 听到黄如的话 江岳脸上露出浅笑 您是 这是萧团长媳妇 有人大声地说道 黄如抬起头 脸上带着笑意 却不及眼底 嫂子好 我不明白您意思 江岳知道张岳想碰瓷 这是找了黄如 想让自己赔钱 黄如没想到 江岳明明知道她的意思 却装作不懂的模样 心里对江岳的看法更不好了 张岳吃了你家的东西 变成了这样 你应该带她去医院看看 这脸肿成这样 若是不及时治疗 怕后果不堪设想 黄一的话一出 好几个嫂子附和着 嫂子说的对 这脸要是毁容了 这辈子就完了 江同志 你就带张嫂子去医院看看吧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江玉以前就知道 家属院里好些嫂子们 认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 觉得她成分不好 再加上之前 她闹腾的那些事情 众人对她的看法都不好 所以张玉此时才敢碰瓷她 昨天好些嫂子都在 也都听到我说 那东西太辣 不能直接吃 要加谁煮菜煮肉的话了吧 江玉的话一出 张玉有些心虚的低下头 她当时确实听到了 可江玉做的那东西太香了 又放了那么多的牛油 更何况 那么多人昨天都吃了我家的菜 都好好的 她这样是她自己的问题 我自然不会负责 没错 我昨天也吃了江同志家的东西 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我也吃了 我也吃了 玲玲和周巧 杨红几人都站了出来 黄如的脸色有些阴沉 她没想到 这么多人会帮着江玉说话 她在市里的工厂里 当办公室主任 平日听的都是好话 回来家属院里 也被人捧着 第31章 让张玉吃黄莲 第31章 让张玉吃黄莲 张玉听到江玉和其他嫂子们的话 放声大哭了起来 哇老天爷 我可怎么办呀 我不如去死了算了 江玉看着张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模样 她目光越发的冷漠了 张嫂子 你可不能犯傻呀 嫂子会为你做主的 黄如这会儿 心里的火气蹭蹭蹭的长了起来 以前还没有人敢不给她面子 现在江玉这般直接的拒绝 她的脸往哪里搁 要是这件事情没处理好 其他的人会怎么看她 江同志 这件事情确实是因你而起 你带张玉去一趟医院 看医生怎么说 把事情给解决掉 男人在前方保家卫国 我们可不能拖他们的后腿 要注意团结 张玉听到黄如的话 心里感激的不得了 也越发的得意了 这可是团长夫人都在帮她说话 江玉这一下 肯定要赔钱给她了 听到黄如的话 江玉脸色更冷了 她没想到 黄如这般的拉偏架 扯这么大的棋 她要是不同意 那就是不团结同志 不有爱 拖了陆玉后腿 她虽然想改变 众嫂子们对她的看法 但她也不是个愿意受委屈的人 嫂子这话 就是团结同志 正好我会点医术 张嫂子这样是上火引起的 吃点黄莲泡水喝就可以了 江玉会医术 黄如听到后 有些不相信 不是说江玉是资本家的大小姐吗 医生如今可是很受人尊敬的 张玉更是不相信了 虽然她不知道黄莲是什么东西 但是江玉怎么可能会医术 若是张嫂子愿意 我可以送点黄莲给张嫂子喝 若是不愿意 就拉倒 要她赔钱给张玉 是绝不可能的 黄莲 有几个听说过黄莲 喝过黄莲水的嫂子 想起那黄莲的味道 忍不住抖了一下 不过 他们倒是听说过 黄莲确实是有清热造尸 泄火解毒的功效 而且黄莲可不便宜 一小块就要好几毛钱 一小包都要一两块钱 黄如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听到江玉说送黄莲 她在心里思考了一会儿 决定同意这个意见 若不然 江玉什么都不愿意出 这件事情就更不好处理了 张玉 你同意吗 张玉听到旁边的嫂子说 黄莲很贵 确实是降火解毒的好东西 她顿时就想到了传说中的人生 这东西 说不定和人生是一样的 多谢嫂子 我同意 张玉觉得 能得几块钱的东西 那也可以 不然什么都得不到 可就丢大脸了 而且 萧团长家的嫂子 脸色有些难看 她可不能得罪了 听到张玉同意 黄如脸色好看了许多 既然这样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大家以后可要团结友爱 不要闹出事情来 惹出麻烦 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害人害以影响 你们男人的工作 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说这话的时候 黄如还特意看了江玉也 第32章 陆玉送的梅花手表 第32章 陆玉送的梅花手表 江玉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既然没有其他事情了 那我就走了 江玉说完 也不理会其他人 朝着家里走去 看到江玉这般模样 黄如的脸色又黑了一些 张玉大声地 说着感谢的话 黄如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唐昭帝和零零几人 快步朝着江玉的方向走了过去 江玉回到家里 把包放到卧室的柜子上 倒了一碗白开水 喝了一大口 咚咚咚 听到敲门声 江玉走到门口 打开门 看到是唐昭帝和零零几人 笑着打开门 江同志 你别难过 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错 众嫂子们 开口安慰着江玉 他们也不好说其他的话 只能安慰一下江玉 嫂子 没事呢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江玉走到柜子边上 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小块黄莲 上次她过来时 上火了 陆玉买了一些黄莲给她 这东西非常的苦 要想降火 得喝上好几天 非常的苦 江玉弄了一点 泡了一碗 拿出买的小杯子 倒了一点 你们尝尝 确实是降火用的 唐昭帝接过 轻轻的抿了一口 她的脸苦成了一团 这东西也太苦了吧 玲玲也好奇的尝了一口 整个人都抖了一下 杨红和周桥几人看到这模样 都不敢再尝了 唐昭帝和玲玲几人 顿时明白了江玉的意思 几人都笑了起来 江同志 你可真是太聪明了 以张玉的性子 这黄莲就是再苦 可听说这得花不少钱 张玉肯定捏着鼻子 都会吃掉 没多话 就到了十一点 江玉想起 陆玉给她买的那块手表 从柜子里翻出来 这是一块梅花手表 价格要二三百块 相当于陆玉一年的工资 那时候的她 有长辈们 送的其他手表 对于这块手表 自然是不喜的 如今看着她 却越看越好看 江玉快速地 把饭煮好后 江玉焯炒肉 一个冬瓜肉末汤 陆玉回来后 看到桌上的饭菜 她心里暖暖的 媳妇又给她做饭了 快吃饭吧 陆玉吃了三大碗饭 吃过饭后 江玉说起了今天的事情 听到黄儒 让江玉送张玉去医院时 陆玉的脸色变得严肃了 我答应了 送她一些黄莲 你待会儿去军医那里买一些 我直接送去给她 陆玉没有答应 而是看着江玉 这件事 江玉看到陆玉生气的模样 解释道 她是个贪心之人 这黄莲正适合她 听到江玉的话 陆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点了点头 以后这种人 不要再来往了 你不必委屈你自己 媳妇为了她才宴请这些人 没想到 却是这么一个人 不只是张玉不来往了 徐家那里 除了公事 她也不会再多接触 你先午睡 我去买东西回来 陆玉出门十多分钟后 就跑了回来 看着油纸包着的黄莲 江玉笑着接过 我把东西送过去 第33章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第33章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听到敲门声 张玉打开门 看到江玉走了过来 她并没有请江玉进去 而是用身体挡在门口 江同志 张玉压低声音 看了一眼屋内 黄莲 张玉接过袋子 看了一眼 谢谢江同志 张玉还想说什么 江玉转身就走了 张玉看着江玉的背影 她刚才好像看到江玉 戴了一个手表 和之前那个不一样 之前江玉戴的手表 听说要好几百块钱 现在这个 也得几百块吧 果然是资本家的小姐 生活奢侈 贪图享受 张玉看着这袋黄莲 心情也更郁闷了 这么有钱 居然只给这么一点 徐家听到摔摔打打的声音 打开卧室的门 看着张玉 谁来了 是江同志 送东西来给我 听到张玉的话 徐家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是不是又去找人家讨要东西了 听到徐家的话 张玉脸色瞬间就难看了 什么叫幼 这是他送给我的 看着张玉这个脸 徐家深呼吸了一下 说道 我给了你二十块钱 你去医院看看 要是钱不够 就再和我说 给你说了多少次 你不能吃辣的 就少吃点不要吃 你连肿成这样 像什么样 你是觉得我难看了 还是觉得我丢人了 张玉顿时就气了 屋子里传来了吵架的声音 江玉刚回到家里 就听到那边传来吵架声 他也没有理会 回了屋子里 陆玉正坐在沙发上 媳妇 听到陆玉的话 江玉看着他 陆玉拉着江玉的手 抱着江玉 坐在他腿上 你有事要和我说 听到江玉的话 陆玉点了点头 明天我要出任务 多久能回来 现在说不准 陆玉的目光看着江玉 之前他过来时 他也是出任务了 他很生气 这次又要出任务 离开这么长时间 他怕他又会生气 你在外面要多加小心 不用担心我 江玉看着陆玉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江玉知道 他有他的责任 他要保家卫国 保护人民安危 他不能拖他的后腿 更不会埋怨他 但他希望他好好的 平安归来 听到江玉的话 陆玉握紧了江玉的手 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江玉听到陆玉的话 目光紧紧地盯住陆玉 你说到要做到 否则我绝不会原谅你 一定说到做到 陆玉看着江玉 保证到 他一定会好好的 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他的 衣柜的抽屉里有存折 你要是想买什么东西 就去拿存折取钱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不要省着用 我手里还有钱 他带着存折出来了 而且他身上也还有两三百块钱 陆玉之前给他的钱 也在衣柜里放着 他并没有拿走的 陆玉正准备说话时 看到江玉手上戴的手表 他眼神立刻就亮了 这不是他给媳妇买的手表吗 之前媳妇一直没有戴 今天却戴上了 陆玉把江玉的手拿进一些 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第34章 热水带红糖水 第34章 热水带红糖水 萧团长家 黄如脸色还是有些难看 萧姨开口安慰着黄如 婶婶 您别气坏了身子 那陆营长也不知道是什么眼光 居然看上这样的女人 那江玉除了一张脸 其他还有什么 黄如的目光 又看向萧姨 丈夫的这个侄女 要相貌有相貌 要才华有才华 如今更是文工团里最出众的 陆玉真是脑子糊涂了 之前他和老萧 都想把萧姨介绍给陆玉 却没想到 陆玉说已经定下了亲事 他们一开始是有些不相信的 其他的领导们 也给陆玉介绍对象 可陆玉都拒绝了 后来他们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陆玉打结婚报告的时候 他心里是好奇的 想知道陆玉妻子是什么人 却只知道是京城的人 等江玉来了家属院 在家属院惹了众目 后来听说 江玉是资本家的小姐 确实像 前几日听说花钱大手大脚 之前又各种闹腾 除了资本家的小姐 还能是什么 萧姨低着头 她的手紧紧的捏着拳头 陆玉拒绝和她相亲 她心里很是难过 后来陆玉打结婚报告的时候 她更是哭了一场 她一直想知道 是什么人嫁给陆玉 之前江玉过来时 她跟着团里出去演出了 并没有见到江玉本人 后来听说过江玉的一些事情 如今看到江玉 她觉得江玉和陆营长不般配 江玉好是好看 可这般闹腾 会给陆营长带来麻烦 会影响陆营长的前途 之前她还听说 江玉要和陆营长离婚 可这几天 又听说他们和好了 这江玉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问了好些人 也没有问到 黄如不悦地说道 她要再找人问问 看看这江玉 到底是什么人 这般目中无人 这家属院 有江玉这样的人 家属院越来越不像个样子 晚上刚洗过澡 江玉就察觉到 她的肚子开始疼了 江玉这才想起 她就是这几天来越试 她快步地跑进卧室 打开行李箱 拿出里面缝制好的棉布条 现在没有卫生棉这些东西 棉布条是奶奶给她缝制的 有一大包 这些够她用两三个月的了 拿着棉布条 江玉又进了厕所 媳妇 你怎么了 陆宇关心地问道 江玉的脸红了 说道 我那个要来了 那个要来了 什么要来了 陆宇愣了一下 好一会儿后才明白过来 她没有说话 而是去了书房里 从书房的柜子里 拿出了一个暖水袋 陆宇把暖水袋灌满开水后 塞紧盖子 递到江玉面前 这个你放到肚子上 会暖和很多 江玉看到暖水袋惊讶了 江玉正准备说谢谢 又看到陆宇在客厅的柜子里 拿出一块红糖 放在阳瓷缸里 泡了一杯水 搅拌了一会儿后递过来 她的大直男 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还会做 谢谢 江玉看着这一杯红糖水 喝过红糖水后 抱着热水袋 感觉肚子的疼 瞬间就好了 第35章 舍不得她离开 第35章 舍不得她离开 这一晚 江玉沉沉地睡着了 听到起床号的时候 江玉睁开眼睛 喊着陆宇 陆宇出现在门口 你什么时候出发 江玉问着陆宇 马上 江玉掀开被子 像个小炮弹一样 快步朝着陆宇跑去 用力地抱着她 陆宇 你要早些回来 要平安活着回来 见我 陆宇的手轻轻地抱住江玉 声音坚定地说道 媳妇 我会尽快回来 我答应你 一定好好的 平平安活着回来见你 江玉嗡了一声 她的脸贴在她胸口 她这一去 又得一个多月 她真的很舍不得舍不得 陆宇的手 也紧紧地抱着江玉 以前她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出什么任务 她都是无所畏惧 可现在 有了媳妇 她突然就牵挂 思念了 江玉突然松开陆宇 朝着柜子走去 打开她的行李 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给你 陆宇接过照片 看到上面穿着军装 甜美笑容的江玉 陆宇接过照片 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陆宇摸了摸江玉的秀法 说道 天了 你快回床上去 若是有机会 我给你打电话 好 江玉本想送陆宇出门 但陆宇不准许 把她用被子包裹着 低下头 狠狠地亲了江玉一会儿 才快不离开 再不离开 她都怕她舍不得离开了 听到关门声 江玉的眼泪 瞬间就落下了 刚才她一直强忍着泪水 就怕哭出声来 怕她会忍不住 叫她不要去了 可他们都是军人的儿女 知道军人的使命 她有她的责任 江玉感觉到身体有些虚弱 没多会儿又睡着了 等她醒来后 看了看手表 已经是九点多了 现在这时候 不像是几十年后 买东西方便 各种零食什么的多 屋子里还有一些饼干什么的 但江玉这会儿不想吃 走到厨房里后 却发现锅里放着一碗面 还有两个煎鸡蛋 陆玉的手艺一般 可此时她吃着 却觉得这个味道 是她吃过最好吃的面了 因为里面满满都是矮 刚吃过饭 江玉打算去洗衣服 却发现衣服全都不见了 她走到院里 看到衣服全都晾晒好了 正当江玉准备走回屋子里时 听到张玉在和人说话 张嫂子 你这端蒂是什么 这啊 是江同志送我的黄莲 我特意弄了一大杯呢 张玉昨天晚上没有吃黄莲 这会儿特意拿了一大块 用阳瓷缸泡了一大缸 拿出来显摆 嗯 张玉特意喝了一大口 顿时觉得一股气 从心里直冲头顶 那股味道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她明明想吐出来 可是却不小心咽了下去 啊 张玉大叫了起来 对面的嫂子 看到张玉的模样 吓了一大跳 张嫂子 你怎么了 哭 哭死我了 张玉脸皱成一团 整个人手舞足蹈的 呲牙咧嘴的模样 让旁边的几个嫂子 都有些梦了 这个黄连苦的要死 张玉连着呸了好多下 可那味道 还是难受极了 第36章 去县城 第36章去县城 京城 陆妈妈看到陆爸爸回家 立刻问了起来 老陆 我听说江玉失踪了 陆爸爸在沙发上坐下 皱起了眉头 谁在胡说八道 江玉好好的 听到丈夫的话 陆妈妈满脸怀疑 可外面都是这样说 江玉现在在院那里 好好的 陆爸爸说完 没有再多说什么 可陆妈妈却觉得 陆爸爸是在瞒着她 江玉一定是出事了 若不然 老陆怎么会这般不耐烦 一点都不想多说什么 陆妈妈倒是想给陆玉打电话 但是之前 因为江玉的事情 她很是生陆玉的气 现在打电话过去 儿子也不会听从自己的 她在等等 看陆玉会不会跟江玉离婚 想到这 陆妈妈决定给娘家的弟弟 打个电话 陆妈妈出了家里 去大院外面的小卖部 打了一个电话 喂 姐 你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的江木 问着陆妈妈 江妈妈把事情说了 让她找人调查一下 湘城的事 不过江妈妈并没有说 江玉失踪 只是说 有个好友的女儿 前几天去湘城的时候 在火车上失踪了 一定要帮忙 把人救出来 江小舅舅 如今是在江城工作 离湘城那边也不远 黑白两道都认识一些人 姐 我这就找人去 你放心 一定把人给你救出来 家属院里 江玉看着张玉鬼哭狼嚎的 没过多话 还是把那一大碗的 黄莲水喝下去了 江玉浑身抖了一下 这张玉可真是个奇葩 苦成那样 只因为这东西值钱 所以就喝了 而张玉远远的 看到江玉转身离开 他想起这一切的事情 都是因江玉而起 心里更加恼怒了 他每天这么为家里付出 男人却怪他贪小便宜 说他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可江玉呢 明明做了那么多措施 露营长却对江玉好的不得了 不就是因为江玉那张脸吗 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些传言 江玉心里又有了主意 江玉回到屋子里后 看着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他心里又想念露营了 明明他才刚离开没几个小时 想起文工团的工作 他如今在家属院里 每天做个饭吃 没有娱乐活动 也没有手机 更没有电视 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 江玉想去县城买点书回来 不只是英语类的 还有医学的 虽然他不想再当医生 但这门东西也不能荒废 说不定以后也能派上用场 江玉刚走出门 就遇到了唐昭地和林林几人 江同志 你这是要出门 我想去县城的书店里看看 如今县城里的书店 卖的东西并没有多少 江玉不只是 想去县城的书店 也想去县城收废品的地方看看 如今收废品的那里 应该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 听到江玉的话 唐昭地提醒道 团里的车上午去县城的已经走了 你要去县城 就只能等中午的 江玉听到唐昭地的提醒 这才想起来这件事情 第37章 县城书店 第37章县城书店 随意吃了点中午饭 江玉换了一套军绿色的衣服 他现在虽然不是军人 但家里的军人非常多 父亲和叔叔他们 还有各个堂哥他们 都曾送过他军装 都是他的尺码的 是他们新发下来的军装 找人换成了他的尺码 而他们却穿着旧的衣服 哪怕坏了 也只是缝缝补补补 到了集合点 江玉坐上车 看到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了 黄如和萧姨也坐着车去县城 看到江玉 黄如脸色微变 冷冷地看了江玉一眼 等着江玉和他打招呼 嫂子 江玉看到黄如后 打了一声招呼 又看到周巧和杨红 他的笑容更真心了一些 黄如冷着脸 没有理会江玉 江玉看到黄如那冷脸的模样 收回了目光 他一直是个有傲气的人 自小被家里人团宠 嫁给陆玉后 也被陆玉和陆爷爷陆奶奶 陆爸爸他们宠着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自小教他 要有礼貌 但也教他 受了委屈一定不要忍 一定要说出来 江玉和周巧 杨红打着招呼 两人看到江玉也热情地打着招呼 江同志 你去县城还是适量 我去县城书店买些书 听到江玉的话 黄如的脸色又变了 他们今天也要去书店 他打算给儿女们买书 而侄女萧怡也想买基本舞蹈方面的书 没想到 江玉居然也要去书店 没多话 车子就开动了 江玉坐在窗户边上 看着车外的风景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多了 外面的枫叶红了 山里的好多树木的叶子也黄了 田地里能看到一些人正在忙碌 还有一些小孩子在马路上奔跑 坐了半小时车就到了县城 车子在最繁华的一条路上停下 下车的站是赵舅和嫂子们说着 请大家五点前到达这里 五点过十分就会回团里 江同志 你和我们一块走吗 周巧笑着问江玉 江玉摇了摇头 我先去书店 江玉看了一下周围 记忆里是往前走 再过一条街就能到书店 江玉在前面走着 黄如和萧姨在后面 黄如冷着脸 看着江玉的背影 就迟疑地说道 江同志在这里应该没有什么熟人吧 这录音长刚出任务 他就跑出来 真是没规矩 江玉到了书店 如今的书店里 卖的书籍并不多 江玉站在书架面前仔细地看着 发现这里竟然有高中的书籍 江玉挑了几本 又朝着旁边的书架走去 江玉看到有英文的书 他立刻打开翻看着 发现这里的书 是翻译过来的一些著作 这些书他都看过 江玉又继续翻看着 发现了几本非常好的 他立刻拿着 在转弯处 江玉和黄如 萧姨遇上了 江玉看了他们一眼 抱着书 朝着前面的书架走去 黄如看着江玉抱的那些书 眉头皱了起来 他怀里那些都是英文的 黄如虽然是高中毕业 但他的英语并不怎么好 第38章 足球场大的废品回收站 第38章 足球场大的废品回收站 萧姨点了点头 他刚才看到江玉抱着的 确实是英文书 江玉不是高中毕业吗 英语怎么会这么好 难不成家属院里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江玉真的是资本家小姐 不然江玉怎么会英语这般的好 这两人疑惑不已 江玉并没有注意到 他看到这里有好几本遗书 江玉心里高兴 把这几本书也给拿了 去柜台结账的时候 已经是厚厚的一叠 有二十几本书了 书店的店员看着江玉 有些惊讶 这些都是您要的吗 江玉点点头 一共是118元 江玉听着店员的话 点了点头 从包里拿出钱 现在这十几本书 可真不便宜啊 不过这些书正是他需要的 待会儿他去废品回收店 那里的书便宜得不得了 黄如和萧姨站在不远处 看到江玉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付了一百多元 两人都是吃惊不已 他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 黄如吃惊地说道 嗯 这般大手大脚 露营长怎么娶了个这样的女人 这可是一百多块钱 普通人家一年也就用这么一些钱 有的人家 甚至一家人 一年都用不到一百块钱 江玉直接就这么花掉了 黄如越想越发的觉得心疼 虽然这钱不是他的 可是也没有这般浪费的 萧姨也觉得 江玉花钱太厉害了 他一个月二十多块钱 偶尔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补贴 江玉这一花 花掉了他三个多月的工资 江玉提着用绳子捆好的书 朝着集合点走去 他得先把这些书放到车上 再去废品收回站 今天他特意带了两个麻袋 他要买的东西 如今有一些 是不能明着拿出来的 用麻袋装着 会更安全一些 可惜陆玉不在 不然让陆玉陪他来买 会更好 嫂子 开车的小战士看到江玉 立刻赢了上来 麻烦你 帮我把东西先放好 我还要去买一些东西 好的 书放好后 江玉朝着废品店走去 这个县城很大 但是现在的废品回收站 是公家开的 整个县城也只有两个 走了十来分钟 江玉到了废品回收站 看到废品回收站时 江玉微微有些惊讶 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可眼前的这个废品回收站的大小 还是让他有些惊讶 房子有十几间 虽然都是平房 但是院子超级大 这怕是有一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院子 院子里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东西 有好些书籍 就那么堆在角落里 还有好些书桌 椅子 书架 各种各种样的家具什么的 也都乱七八糟的堆放着 中间有一条两米左右的道路 可以通过 江玉朝着里面走去 刚走了十几米 就看到一个老大爷走了出来 同志 我想买一些书本 老大爷打量着江玉 开口问道 你买什么书本 我刚高中毕业 多买一些书看看 巩固知识 听到江玉是高中生 老大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第39章 想买房 立刻就有人卖房 第39章想买房 立刻就有人卖房 这里有很多书 你随便翻找 找到后和我说 小的两毛一斤 大一点的五毛钱一斤 其他的东西 你要是想买 价格也很便宜 挑好后来这和我说 听到老大爷的话 江玉连忙道谢 谢谢大爷 听到江玉称呼大爷 老大爷更高兴了 江玉看向面前 堆得像是小山一样的东西 开始翻找了起来 这一看 江玉心里更惊讶了 这些书籍 可都不是普通的书籍 有好些 是有几十年的历史的 各种各样的书籍 都有 还有一些 甚至是上百年 只不过 这里的这些书 他要是带回去 也不好存放 家里太小了 现在要是带回去 不能好好保存 更何况 每天都有嫂子来串门 也会有小朋友来玩 虽然锁着门 但是要是哪天疏忽了 这些书被人发现 到时候又会惹来麻烦 若是 江玉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相成现在的房子 价格可是极为便宜的 几十块就能买一间 一两百块 可以买一个小院子了 只不过 买房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现在又不认识什么人 正当江玉在挑选书籍的时候 听到不远处 老大爷和另外的人说话 老脸 你那房子可找到买主了 还没有 问了好些人 可都没有人要 另外的大爷 声音满是交集 再这样下去 我家老太婆的身体 会越发不好了 你那房子位置好 又保养的好 一定会有人买的 我再多帮你问问老大爷 劝说着李大爷 谢谢 江玉拿着书 走了过去 李大爷 您的房子在哪 听到江玉的声音 两个大爷都看向江玉 小同志 你要买房子 江玉笑着点点头 我家里人可能要过来住 所以想买 或者租个房子 李大爷看着江玉 穿着军装 听到江玉的话 说道 小同志 我是家里的老婆子身体不好 要去医院治疗 想快先卖掉房子 离这只有几十米 你要是想买 我带你去看看 好 江玉点点头 决定跟着李大爷去看看 出了废品回收站 走了几十米 就到了李大爷家 是单独的一套房 周围也有几套差不多模样的 李大爷推开门 江玉看着这院子 有一百多平大 而房子是四间平房 角落里 还修了一间厨房 和一个厕所 小同志 这院子很大 房子虽然只有四周 但里面也非常的宽敞 李大爷朝着屋子里走去 我家老婆子住的这间 李大爷把门打开 屋里传来一个老婆婆的声音 老李 老婆子 有人来看房了 李大爷语气有些高兴的说道 听到李大爷的话 老婆婆说道 我这身体治不好了 你不要为我费心思了 一定能治好的李大爷 安慰着老婆婆 江玉听到后 决定去屋子里看看 大娘 听到江玉的声音 老婆婆看向门口 第四十章 房子过户 第四十章房子过户 小同志 大娘 您这身体是怎么了 听到江玉关心的话 李大娘摇了摇头 苦笑道 医生说了 你这病 只要好好治疗 就能好起来 李大爷又带着江玉 去看了其他的几间房 房间一间 都有四十来平米 很是宽敞 另外一间 也摆放着一张床 还有一些破旧的柜子桌子 其他两间房 则是堆了好些杂物 小同志 你看这房子 你满意吗 李大爷满脸期待地看着江玉 大爷 您这房子 想卖多少钱 这房子就是市中心 而且面积很大 出门就是大马路 这旁边有公安局 政府部门也在这附近 安全系数很高 我想卖这个数 二百块 李大爷用手比了一下 江玉听到李大爷的话 目光看着四周 这个大院子里 现在有几块菜地 菜种得很不错 那边还有个水井 平时做什么东西 也不用出去挑水 看到江玉没回话 李大爷有些急了 这个价格 对于这个房子来说 是真的不贵了 要不是为了老太婆的身体 他是真不想卖的 小同志 你要是觉得高了 大爷我可以再便宜一些 这屋子里的一些东西 都送给你 听到老大爷的话 江玉连忙说道 大爷 二百块我愿意买 你这房子 没有其他的麻烦吧 可以过户吗 听到江玉的话 李大爷激动不已 你真的愿意买 嗯 江玉点点头 没有其他的麻烦 随时都可以过户 大爷 你们卖了这房子 住到哪里去 听到江玉的话 李大爷笑着说道 这房子旁边有条巷子 巷子进去第一家 那里有两间房子 是我家的老房子 卖了这房子 我们住老房子去 听到这话 江玉点了点头 小同志 要是可以的话 今天能不能交易 李大爷期盼地看着江玉 要是不行 过几天也好 江玉看了一下手表 现在都快三点了 现在过去 能给过户吗 能 我有熟人 李大爷听到江玉的话 高兴地说道 那咱们就过去吧 江玉笑着说道 不过 五点之前得赶去五一间那边 好好好 一定不会耽误 小同志你的时间 李大爷高兴极了 江玉今天出门的时候 是带着户口本和介绍信的 他没想到 居然这要求 今天居然能买房子 现在这房子这么便宜 多买几套 以后可是很值钱 李大爷连忙去拿了证件 带着江玉朝着房管局走去 到了房管局 李大爷先进去 过了一会儿 就到门口来叫江玉 小同志 我找到人帮我过户了 江玉跟着李大爷进去 有熟人就是好办事 李大爷把证件给了工作人员后 工作人员又看了江玉的证件 江玉同志 是京城人 你是君嫂 江玉点了点头 过了十多分钟 过户的证明就办好了 江玉掏了二百块钱给李大爷 又交了八块钱的税 小同志 这个钱不用你出 第四十一张买柜子 李大爷连忙阻止着 李说 这个钱我出了 您的钱留着给大娘治病吗 听到江玉的话 李大爷感激不已 谢谢江玉同志 工作人员把房本递给江玉 谢谢 江玉笑着道谢 李大爷也感激的连连道谢 多谢钱同志 从房管局出来后 李大爷看向江玉 说道 江同志 我这就回去把钥匙都给你 钥匙换新锁 去供销社买新锁 我们今天就搬出去 李大爷不着急 我家里人还要好些天才过来 您和大娘先住着吧 那不行 我们今天就搬走 不管江玉怎么说 李大爷都没改变主意 江玉也没有再多劝说 看了看时间 现在离四点还有一会儿 江玉打算去废品回收站 多挑一些书 正好买了房子了 就把书搬到这边的杂物间里来 江玉回了废品回收站 老大爷看到江玉 笑着问道 小同志 房子你买了 江玉点点头 这房子你买了不亏 江玉挑了好些书 他不敢把那些这时代的人 看着有问题的书放到面上 他用绳子捆好 那些不能大方拿出来的 捆在中间的位置 江玉挑了几十本 江玉的目光 看向不远处的那些柜子 这些柜子可都是好东西 江玉还想买几个柜子 这些东西买回去 以后是可以传家的 大爷 这个柜子多少钱 听到江玉的话 大爷说道 你那个二十块 我要是买得多一点 能不能便宜些 老大爷听到江玉讲价 笑着说道 这价格很便宜了 要是新的 一个都得好几十块 不过你买了后 我可以找人给你送过去 不收你钱 听到免费送货 江玉心头一喜 这可真是太好了 大爷 那我多挑几个 您都让人帮我送礼 大爷那个院子 好好好 听到老大爷答应 江玉开始挑选着柜子 看着这些做工精美 才智极好的柜子 江玉心里也是欢喜不已 突然 江玉发现一个柜子里的抽屉很大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个柜子的抽屉 是有玄机的 想起奶奶曾说的话 江玉决定 江玉又发现了另外几个柜子里 似乎都有些玄机 江玉买了六个大柜子 说是六个 实际上一个柜子 就是好几个组成的 这些书就不收你钱了 老大爷笑呵呵的说道 江玉付了一百块钱 老大爷开了单子 把柜子详细的写好了 书只是写了多少金 待会儿就让人送过去 谢谢大爷 江玉回了李大爷的院子里 把书全都放进那个空着的房间里 又把老大爷 要让人送柜子 捉一过来的事情说了 小江同志 你放心 李叔我一定帮你好好看着 等东西收好 你来找我拿钥匙 李大爷说着 又递给江玉一个盒子 这是另外一套钥匙 你先收着 盒子里还有些小东西 送给你 第四十二章 李大爷给的盒子 第四十二章 李大爷给的盒子 江玉想打开盒子 李大爷连忙阻止 等你回家了再打开 这是盒子的钥匙 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打开 听到李大爷的叮嘱 江玉心里更疑惑了 他突然猜到了一些东西 难不成 是我老婆子让我送给你的 是他当年的一些陪嫁 李大爷又叮嘱道 一定要小心 江玉没想到 真的是这样的东西 他连忙拒绝 可李大爷却说 江玉是他们夫妻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江玉 李大娘就没有办法去医院治疗 要是不喜欢 让江玉把东西扔了 他怎么都不会收回去 江玉推辞不过 决定等过两天来的时候 去买一些粮油米面 肉之类的东西 送给老大爷 江玉把东西放到绿色帆布包里 看了看时间 和李大爷李大娘说了几句后 江玉那边跑去 等他赶到集合点的时候 已经有好些嫂子们到了 江同志 你去书店买书了吗 周巧和杨红 看到江玉空着手回来 买了 已经放到车上了 江玉笑着回应着 黄如淡淡地看了江玉一眼 收回了目光 萧姨也看了江玉一眼 没多话 小战士回来了 打开车门后 众嫂子们都上了车 周嫂子 杨嫂子 你们买了些什么 这县城里有晒干的菜 还有一些鱼虾 我们今天买了一些 过了半小时 车子就到了团里 江玉下车后 去了放东西的地方 小战士把那两大捆书递给江玉 谢谢 江玉笑着道谢 看着江玉甜美的笑容 小战士有些害羞了 连忙说道 嫂子不用客气 江玉提着书 直接往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后 把书整理了一下 放到书柜里 拿起其他书的时候 突然看到 有本军事书里 调出一张照片 看到照片上的人时 江玉愣了一下 陆玉穿着军装的照片 他见过 可这是飞行员的装束 陆玉以前 是个飞行员 他家大哥也是个飞行员 听说飞行员的工资 和津贴是最高的 但也是所有兵种里 最危险的一种 看着照片上的陆玉 江玉忍不住笑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般装束的他 感觉他这模样更帅 也不知道 他如今到哪了 吃过晚饭后 江玉拿出书看了起来 看了一两个小时后 他才停了下来 江玉打算 明天再去一趟县城 再挑选一些东西 周末的时候 再去市里 此时 陆玉带着手下的人 已经离乡城 好几百公里了 他拿出江玉的照片 看了一眼后 又放回胸口的口袋里 营长 这是嫂子 旁边的战士看到照片 好奇地问道 陆玉点点头 才离开乡城 他就想他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想起媳妇做的饭 陆玉心里暗暗决定 一定要早些完成任务回去 陆玉察觉到 媳妇似乎有一些秘密 不过他并没有问 他那么好 不管是什么秘密 只要不会伤害到国家和人民 第43章 送江月价值上千万的首饰 第43章 送江月价值上千万的首饰 江月想起了李大爷给的盒子 他从绿色帆布包里拿了出来 江月看了一下这个盒子 外面一层很薄 他打开后 江月看到里面还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雕筑得非常精美 上面的图案是龙凤 还有其他的 看着这个盒子 江月都觉得 这个盒子值不少的钱 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 再过几十年 这个盒子的拍卖价 是以几十万上百万计算的 李大爷给他的这个东西 也太贵重了 江月用钥匙打开里面的盒子 虽然他心里已经有了预感 但是这几样东西 还是让他惊讶了 一个杨绿的翡翠手镯 一个戒指 还有一对耳环 江月的爷爷奶奶 也是出自大户人家 对于首饰这些 江奶奶在江月小时候 就和江月说起过 也留了一些首饰 给江月作为嫁妆 江月自然是知道 这四样东西的价值 这要是放几十年后 价值上千万 江月把院子的钥匙拿出来 把盒子给重新锁上了 又把外面的盒子恢复原样 早晨的时候 江月吃了一碗面 提前了几分钟 到了集合点 上车后 江月又看到了黄如 这一次 江月冲着黄如点了点头 往后面的座位走去 黄如看了一眼江月 脸色有些不喜 昨天江月买书 花了一百多块的事情 他和老肖说了 老肖虽然是惊讶 但是也说这是别人的事情 可谁家媳妇这般花钱 就算想买书 难道不能买一些旧书吗 现在旧的书几毛钱 一斤到几块钱一斤 多得不得了 陆玉是他们 这诗里最出色的人 听说以前还立过很多功劳 这样的人 娶了个这么花钱 大手大脚的人 以后可怎么得了 昨天花了一百多 今天又跑出去了 这乃像个君嫂的样子 这也太不像话了 江月闭着眼睛想休息会 却听到了有人议论他 露营长媳妇 昨天真的花了一百多 我的天 他前几天买东西 花了一百多 昨天又花了一百多 这几天的时间 花了露营长一年的工资 可不是吗 这也太败家了 对于这些人的指指点点 江月并没有理会 他买这些东西 是有用处的 高中的书是可以买旧的 但江月觉得 买新的会更好 不知道读大学 这是要等几年 旧的用上一两年 说不定就坏了 而新的 只要好好使用 用的好几年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那些医书和英文书 可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的 车子很快到了县城 江月下车后 先去了供销社 在供销社问了 能不能帮忙送货 听到可以帮忙送货后 江月买了一袋五十斤的米 一袋五十斤的面粉 又买了一些糖果 和一些生活用品 江月带着供销社的人 把东西送到了新买的房子里 李大爷正坐在房间门口 小江同志来了 李叔 江月和供销社的同志道谢后 看向李大爷 江同志 你来了 昨天我和老婆子收拾好东西 搬去了老房子 第44章 江月走大运了 第44章 江月走大运了 这是要是 你仔细检查一下 屋子里剩下的东西 都是留给你的 江月没想到 李大爷他们会这般着急的搬走 李说 你们这也太迅速了 我不着急的 江月知道 李大爷是个手信用的人 想起李大爷给的那个盒子 江月从包里拿了出来 李说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李大爷怎么说 江月都没有同意 李大爷只好把东西收了起来 用麻袋装着 不过他心里 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 江月看到李大爷把东西收起来后 笑着说道 李说 这是我买的一些东西 送给您和大娘 李大爷听到江月说送他 他自然不肯接受 您听我说完 这房子 我只是偶尔过来 平时也没有人守着 我家里人也得过好些天才过来 麻烦您有空的时候 来帮我看看 李大爷听到江月的话 白手拒绝 小江同志 帮你看着房子没问题 李叔不要你的东西 他把房子卖给江月 已经是帮了他的大忙了 他怎么还能收江月给的东西 那是绝不能收的 李说 我以后还有些事情 要您帮忙呢 您把东西收下吧 可不管江月怎么说 李大爷也没有收到这些东西 还把这些东西 放到了房间里 江月没想到 李大爷会拒绝他的好意 只好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大爷说 废品回收站送来的东西 在旁边的房间里 让江月去清点 江月看了一遍 笑着说没问题 李大爷离开时 帮着把院门给关上了 还说 要是有什么事情 就让江月大声的喊 周围的邻居们 都是关系不错的 他和邻居们 要是听到声音 一定会出来帮助的 又叮嘱江月 多加注意 李大爷离开后 江月去了放柜子的房间 他打开一个抽屉 抽屉里空空的 江月偏着头 看着抽屉 奶奶之前给他说过 这些柜子里的玄机 这些柜子 有好些都有暗格 江月伸手在抽屉 几处地方推了一下 果然 他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 他又继续用力 边上的板子被推开 一个用不包着的东西 出现在他眼前 江月小心地把东西 从抽屉里拿出来 打开后 发现里面 居然是十多根金条 和一些金手饰 在这个时候 金手是什么的 谁都不敢带出来 都是藏在家里的 要是被发现 情况很是严重 江月看过后 又把东西给包好 放了回去 江月又打开 另外一个抽屉 这个抽屉里 也有个暗格 只不过这里面的东西 是一些保湿原石 要是镶嵌成头关 项链 或者戒指 都是极为好看的 江月检查了六个柜子 六个柜子的抽屉 居然都有暗格 里面的东西 都是金银首饰 价值不菲 江月觉得 他真是走大运了 就凭这些东西 他以后都是个富婆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会是谁留下的 这个时候 他也不能把这些东西 给拿出来 只能先放回抽屉里 等以后 有机会了 再带回京城的家里去 第四十五章 这人有问题 江月把昨天提回来的书 拆开绳子后 仔细地整理收拾着 这些有些灰尘 有些脏的书 变得干净整洁了 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后 江月感觉有些累了 他去了厨房里 发现厨房里的东西 全留着 而且炉子里的煤还染着 热水瓶里 也有满满一瓶的热水 江月看到旁边的杨慈刚 也是崭新的 这李大爷和李大娘 真是太好了 江月倒了一杯热水后 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 快到中午的时候 江月决定去国营饭店吃饭 他重生到这里后 还没有去过国营饭店吃饭 现成这国营饭店师傅的手艺 还是不错的 刚到国营饭店外 看到店里 已经有好多人了 江月坐下后 看了看菜单 点了一个小炒黄牛肉 八毛钱 又点了一个炒青菜 两毛五分钱 米饭五分钱 江月付了钱和粮票后 等着上菜 他的目光看着四周 突然 他看到不远处 有个男人塞了一张纸条 给正在吃饭的另外一个人 之后那个男人去了墙角那边 江月眨了眨眼 心里不知道怎么的 就想到了一个词 看到那两人警惕地看着四周 江月低下头来 可余光还是盯着那两人 之后 他又看向四周 这不看不要紧 结果他又发现了不远处 穿着蓝色外套的女人 正看着饭店里的人 模样很是可疑 这三人是一伙的 他们想做什么 同志 您的菜上齐了 谢谢 江月吃着饭 不着痕迹地盯着那三人 可这三人 并没有都在国营饭店停留 一牵一牢地离开了 江月虽然想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但他不会冲动地跟上去 他虽然拳脚功夫还可以 但这几人 不知道是什么人 万一人家手里有杀伤力的武器 他可就完了 若是能有什么法子 能让其中一个人出点小意外 说不定 他们就会被人发现不对劲了 可惜陆玉不在 不然他就可以和陆玉说 江月刚吃完饭 打算在街上走一走 却看到不远处 有个穿着蓝色外套的女人 倒在地上 安压地喊着 旁边围了几个人 正在围观着 同志 你这是怎么了 好像是被狗给追着咬了 他怎么摔得满手是伤 这脚好像还扭了 江月走过去一看 有些愣了 这不是在国营饭店里 那个可疑的女人 他怎么摔成这样了 江月站在不远处 看着那个女人 正当那女人想站起来时 有两个公安走了过来 同志 他被狗咬了 腿还摔伤了 麻烦你们送他去医院吧 有热心人开口说道 蓝色外套的女人听到公安 脸上闪过慌乱 连忙说道 我没事 我不用去医院了 同志 你伤成这样 肯定要去医院的 是啊 被狗咬了 要是不打针 可是很麻烦的 蓝色外套女人听到后 还是摇头 我不去医院 看到他这举动 江月心里更确定了 这有人问题 第46章 以后鼎鼎有名的首富 第46章以后 鼎鼎有名的首富 两个公安同志 也察觉到蓝外套女人的不对劲 立刻走上前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蓝梦 哪里人 我是乡省人 公安们询问着这个蓝外套女人 决定把这个女人 先带往医院 蓝外套女人 不敢再有其他的举动 跟着两个公安去了医院 江月的目光 看向旁边 发现之前的那两个男人 站得有些远 没想到 这两个男人又回来了 江月没有再多看 怕这两个男人盯上他 江月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他打算去百货商店逛一逛 这县城的百货商店 虽然东西不多 但比起镇上的供销社 还是要好很多的 江月还打算 逛了供销社后 再买点好存放的菜 回家属院里 去了百货商店后 江月随意逛了逛 他倒是没有什么东西想买的 正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有人提起陆宇 哥 我们今天能见到陆宇哥吗 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 他要是没出任务 就能见到 男人回答道 太好了 都有好几年没看到陆宇哥了 陆宇 这女孩不会说的 就是他男人陆宇吧 江月看向那个女孩 居然是熟人 眼前的女孩 模样长得不错 穿着打扮也是很时髦 这是秦丽的妹妹秦安 秦安对陆宇是有好感的 后来知道他和陆宇结婚后 还出面挑衅过他 结果他和陆宇离婚后 秦安却没有像之前 对自己那般态度了 有一次 他在医院里遇到秦安 秦安还想找自己说话 只不过当时 他那会儿不想理会 与陆宇有关的人 哪怕秦安拦着他 他也没有理会秦安 江月小时候 和秦安在一个大院里长大 不过没几年 秦安就跟着秦家人去了外省 江月的目光看向秦丽 这可是以后鼎鼎有名的首富 秦丽察觉到 有人盯着他 他也抬起头来 看到江月时 秦丽愣了一下 眼前的这个女孩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哥 秦安在和秦丽说话 看到秦丽望着前面的女孩 他也看了过去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 秦安疑惑地说道 江月没有理会这两人 挑了一点东西付了款后 出了百货商让 江月去了供销社 他终于想到 要买什么东西了 这个时候 可以做腊鱼腊肉了 他打算买几斤肉 再买几斤牛肉 还有猪下水里的猪大肠猪肺等东西 这些东西都可以烟熏 可以放很久 关键猪下水这些东西 还很便宜 不用嫖 江月打定竹意后 立刻去了卖猪肉的柜台 听到江月要买猪下水 卖猪肉的大叔 笑呵呵地 挑选了一大袋给江月 同志 这一袋二块钱 有十几斤重 江月又买了六斤猪肉 六斤牛肉 还买了两斤羊肉 他今天带了不少的票 不然还真买不了这么多东西 看着这麻袋 已经被血水浸湿 江月叹了一口气 这要是提着回去 说不定会引起好些人注意 现在提回房子那边 也太远了 第47章 大院里最出名的两人 第47章 大院里最出名的两人 江月又花钱买了一个麻袋 提着这些东西 走了一段路后 他有些气喘吁吁的 更别说大姨妈的量了 幸好今天穿的是黑色的裤子 江月提着一麻袋的东西 到了集合点 看到江月提这么大一麻袋的东西 有嫂子好奇地问道 江同志 你这是买的什么啊 这么大一袋子 我买了点肉和一些猪下水 听到是猪下水 有人脸上露出嫌气 有的嫂子则笑着说道 猪下水好 就是味道有些难闻 不过便宜 偶尔吃点解馋 我家也买过几次 就是味道太难闻了 回到家属院后 江月提着这一大麻袋东西 朝着家里走去 一个老太婆 出现在江月面前 眼光来回扫描着 江月和江月身上背的大麻袋 江同志 你这是买了啥东西 怎么这么邪灵灵呢 江月看了一眼这老太婆 这是冯营长的老娘 这大院里 以前最出名的俩人 一个是张玉 一个是冯老太 两人都是同类人 只不过冯老太比张玉更心机一些 冯老太人能干 家属院里分的地 冯老太重了 打理得极好 偶尔冯老太也会送一些菜 给其他的嫂子 只不过 是送给他认为可以巴结的人 或者是对他儿子有好处的人 而且冯老太很喜欢八卦 每天都在八卦院里的各种事 江月没有回答冯老太的话 他要回答 冯老太肯定会借口看看 然后再要一块走 看到江月没有理会他 直接离开了 冯老太很是生气 有什么好牛气的 资本家小姐 冯老太眼珠子转了转 他看向后面的那些嫂子们 又去了嫂子们 平时聊天带娃的地方 没多话 江月花光了露营长的工资 穷的只能买猪下水的事情 就传了出去 江月把东西拿回家里后 立刻清洗了起来 而牛肉 猪肉这些 江月切成长条 留了这几天吃的 其他的都用研抹着 猪下水 江月用的面粉搓洗 这年头也有一些用草木灰洗的 可惜在县城的供销社 没有看到柠檬 不然买几个柠檬回来 更好清洗 之前买的大铁盆 这会儿又用上了 幸好厨房里通了自来水 要是扛着去河边洗 还是很不方便的 江同志 有人找 江月正在忙碌的时候 听到院外传来了声音 江月听到后 站直了身体 看到院外的两个人后 江月嘴角抽了抽 秦丽和秦安 这是露营长的媳妇 这是秦同志 是来找露营长的 江月取下身上的围裙 放到旁边的椅子上 朝着院门口走去 江月打开院门 看着秦丽和秦安 你是江月 秦丽打量着江月 秦丽之前辞了工作后 一直在外面跑 她还是小时候见过江月 江月小时候就长得挺好看 这长大了 似乎更出众了 没想到 连陆哥都难过美人观啊 秦安看着江月 今天在百货商店看到江月时 她觉得江月有些眼熟 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 却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就是江月 第48章 首付给的新婚贺礼 第48章 首付给的新婚贺礼 秦丽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像是猪屎的味道 她挥了挥手 捂着鼻子 皱着眉头看着江月 江月 你怎么像个村姑一样 秦安一脸嫌弃的说道 你怎么这么臭 江月听到秦安的话 说道 我正在洗猪下水 听到猪下水几个字 秦安猛的后退了好几步 天啊 猪下水 那么脏的东西 江月居然把那东西弄回来 那不就是猪屎的味道吗 哦 秦安顿时就呕了一声 秦丽瞪了妹妹一眼 说道 嫂子好 我是秦安 是和陆玉从小长大的 听到秦丽的话 江月点点头 你好 江月站到旁边 说道 请进吧 若是其他人 江月自然不会让他们进来 不过这人是秦丽 是陆玉的好兄弟 秦安一脸嫌弃的看着江月 朝着里面走去 秦丽打量着这个院子 她以前来找陆玉 是直接去的陆玉的宿舍 这个家属院 应该是陆玉和江月结婚后 申请的房子 江月打开门 招呼着他们做 自己则去了厨房里 洗了手 不过身上的气味 还是没有洗干净 今天来 本来是来见陆玉和嫂子你 没想到她出任务去了 这是给你们的新婚贺礼 秦丽说完 把手里提着的东西递了过来 看着桌上摆放的十几个袋子 江月嘴抽了抽 不愧是未来的首富 这出手也太大方了 秦丽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等老陆回来 再让他做主收不收 江月开口拒绝道 秦安本来一脸嫌弃的看着江月 以为江月会一脸贪婪 会立刻收下这些东西 却没想到江月直接拒绝了 我和陆玉是过命的交情 这些东西 嫂子你收下吧 秦丽知道江月的家事 自然也知道 江月在江家极为得宠 她这次给的这些东西 确实花了不少钱 但对于她来说 并不算什么 而且陆玉和她是一辈子的兄弟 不管秦丽怎么说 江月也没有收到秦丽给的东西 秦丽只好答应 待会儿离开的时候再带走 秦丽刚进房间的时候 就把整个客厅仔细地打量了 果然有了老婆 和没有老婆 有很大的区别 以前她去陆玉的宿舍 那宿舍简单到 除了生活必需品 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 可现在花瓶也有 蕾丝白布也有 屋子里摆放的整齐 多了很多生活用品 秦丽打量着江月 她不知道江月怎么变得这样了 以前多骄傲的一个人 居然去收拾珠下水 她虽然也帮着家里洗菜切菜 可是珠下水这样的东西 是从没有收拾过的 想想就觉得恶心 秦丽开口准备离开 江月笑着说道 你们难得来一趟 吃了晚饭再走吧 秦丽本来准备拒绝的 秦安却立刻答应了 好啊 秦安仰着头 看着江月笑着说道 是江月你做饭吗 我可以给你打下手 她待会儿就可以看到 江月做的菜 有多难看多难吃了 第49章 首付果然是不一样的 第49章首付 果然是不一样的 对 秦丽也有些好奇 看看江月能做出什么菜 她心里已经打算好了 要是江月做的菜不好吃 她就自己帮着动手 或者去食堂打几个菜回来 她在这里 还是有几个熟人的 那你们先在屋子里做会 喝点茶 江月这几天做了一些花茶 准备去泡给秦丽和秦安喝 不用了 我们自己来 秦安觉得 要是喝江月泡的茶 她喝不下去 谁让江月去收拾猪下水了 现在闻着 还有一股猪屎味 我来帮你吧 你教教我怎么弄 秦丽挽起袖子 开口说道 要是陆玉知道 自己来了这里 还让嫂子忙碌 陆玉肯定不会饶过她的 陆玉有多互端 她可是知道的 哥 秦安没想到 自己的二哥 居然会愿意去 清理猪下水 这也太恶心了吧 秦丽看向秦安 说道 你不是说要帮忙吗 那边有小菜 去收拾吧 秦安气得剁了剁脚 但是他既然说出来了 就会去做 江安看了秦丽一眼 看到秦丽没有丝毫的嫌弃 直接去收拾那些猪下水了 心里倒是有些佩服 这首富果然是不一样的 江岳和秦丽说了一会儿 示范了一下后 秦丽立刻就看明白了 开始清洗着 江岳把猪肉和牛肉 抹上均匀的盐 放到盆里摆好 江岳去了厨房 秦丽和秦丽来了 自然是要做几个好菜 家里有土豆 炖个土豆牛肉 再来个羊肉火锅 炒个青椒猪肉 再加一个紫菜鸡蛋汤 还有一个手撕包菜 看着江岳熟练的切菜 秦丽心里满是惊讶 江岳以前不是什么都不会的 怎么现在刀工这么好了 而且看这模样 似乎像是做惯了饭菜的 没多话 江岳就把菜都给准备好了 也开始炖牛肉和羊肉 等到秦丽把猪下水都收拾好后 厨房里已经传出了香味 秦丽闻到香味后 愣了一下 她走到厨房里 看到两个锅里冒着热气 香味更加浓郁了 秦丽看了几眼后 用肥皂和洗衣粉洗着手 虽然身上也沾上了味道 但秦丽并没有丝毫的嫌弃 之前的那几年 什么样的情况都遇到过 这点味道又算得了什么 等到饭菜上桌时 看着满满一桌的菜 秦丽惊呆了 这是江岳做的菜 这么的香 看着就感觉好吃极了 可江岳的手去搓了猪下水 还有猪屎臭味 秦丽心里各种纠结 挣扎 吃饭吧 江岳笑着招呼着秦丽和秦丽 她自然没错过 秦丽脸上的那些表情 前世秦丽虽然针对她 但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反倒为自己出了几次头 江岳拿起筷子后 秦丽也拿起了筷子 刚才她心里就吃惊不已 现在尝到饭菜的味道 心里更是震惊了 江岳的厨艺居然这么好 看到自家大哥吃的香 秦丽感觉肚子更饿了 她咬了咬牙 决定先吃牛肉 菜刚一入口 她瞪大了眼睛 这牛肉的味道 怎么这么好吃 她狠狠地嚼了几下 第五十章 招待所里传来一声巨响 第五十章招待所里 传来一声巨响 吃了第一筷子后 秦丽哪还想得起来嫌弃 秦丽的笑容 陆玉的媳妇厨艺确实是不错 嫂子手艺很好 秦丽夸赞道 秦丽看了江岳一眼 虽然她不愿意承认 但江岳的手艺 确实让她说不出难吃两个字 她只能更用力地咬着这些菜 吃过饭后 秦丽帮着洗了碗 过了会后 她开口告辞 江岳让他们把东西带走 秦丽拿出一个袋子 说道 这是陆哥让我带过来的 这个你得收下 江岳听到秦丽的话 笑着道谢 等到秦丽和秦丽离开后 江岳打开袋子 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江岳挣住了 里面是两盒巧克力 江岳想起 上次和陆玉去供销社 她说请人带过来 没想到 是让秦丽带过来 江岳拆开盒子 看着里面的巧克力 她拿出了一颗 放到嘴里尝着 很甜 甜到了她心里 陆玉刚离开才几天 她心里非常的想念她 也不知道她的任务 什么时候能完成 江岳把巧克力锁在柜子里 决定留下一盒 等陆玉回来拾迟 秦丽带着秦丽 去了县城的招待所 二哥 这江岳怎么和以前不一样啊 安顿好后 秦丽敲开了秦丽的门 一脸不解地问道 以前的江岳 怎么可能会这么笑音音地 招待他们 更不可能会做一桌好菜 给他们吃 秦丽听到妹妹的话 笑着说道 人总是会变得 可她这变化 也太大了吧 听说陆玉和江岳结婚的事情后 秦丽心里那叫一个郁闷 江岳这样的 怎么配得上陆玉哥 如今她是陆哥妻子 你对她尊敬客气一些 听到秦丽的话 秦丽顿时就不服气了 我哪里不客气了 想起今天自己的态度 秦丽冷哼了一声 没有再多说话 秦丽今天仔细地观察了江岳 发现江岳和传言中的 确实不一样 而且她看到 家属院的房子里 只有一张床 另外的书房和杂物间里 是没有床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陆哥和江岳 有了夫妻之事 晚上的时候 招待所里突然吵闹了起来 秦丽听到动静 而旁边的房间的两个人 也走了过来 秦哥 这是秦丽带来的手下 是保护她和妹妹安全的 你们下去看看 是怎么一回事 是 秦丽的话刚说完 碰的一声响起 秦丽的脸色微变 把秦安推到房间里 哥 你在房间里好好待着 秦安满脸焦急 关门 秦丽带着两个手下 朝着楼下走去 碰 碰 碰 又响起了几道声音 秦丽听着声音越发的近了 借着月光 她给手下的人打了几个手势 这两人立刻点头 有个中年男子朝着楼梯上跑来 后面紧跟着几个人追着 碰 又是一声巨响 中年男子中弹后 拼命地朝着楼上跑 几个人追了过来 第五十一章 都是要被抓起来的 第五十一章 都是要被抓起来的 江月听到起床号的声音后 醒了过来 去了一趟厕所后 江月也清醒了许多 用温水洗脸后 江月刷了牙 把昨天晚上预留出来的饭菜 热了一下 吃着饭菜后 江月看着后院 这后院地方宽敞 隔壁的那些嫂子们 都在后院种了一些菜 这几天她忙着买这买那 忘了买种子了 要是开荒种的种菜 得弄腹手套才行 不然她这手 肯定会疼得不得了 江月把厨房里 和客厅里的垃圾 用一个废旧的桶 提着去了倒垃圾的地上 刚倒完垃圾 江月朝着家里走去 看到不远处 冯老太和另外几人在聊天 江月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但冯老太那说话的模样 应该又是在传谁家的闲话 她肯定是把陆营长的钱 都花光了 不然怎么可能会 买那么一大袋猪下水 昨天晚上闻到 好香的饭菜味 应该是陆营长家的味道 陆营长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娶这么个媳妇 之前我还想着 把我侄女介绍给陆营长呢 几人笑着聊天 听到冯老太的话 有个大妈美好气地说道 冯大姐 你侄女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配得上陆营长 我侄女怎么配不上陆营长了 屏冬出身 成分好 一顿夸 说着又贬低姜月 都说姜月是资本家小姐 长得好有什么用 哪有我们屏冬光荣 张玉也是个爱八卦的人 这会儿看到好些人聚集着 也走了过来 张玉 你这脸好像好了不少 冯老太打量着张玉 两天的时间 张玉的脸确实好了许多 但她这两天 喝着黄莲 嘴里心里苦得难受得不得了 她这两天 把姜月氏 骂了不知道多少遍 今天脸上恢复了七八成 她才走了出来 没想到 那将同志给的东西 还真有效果 张嫂子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张玉心里比赤黄莲还苦 她倒是想说姜月的坏话 但是又怕冯老太又出去传谣 听说 昨天有一男一女提着东西 去找姜月 张玉想起她听到的是 冯老太点了点头 听说那对男女 还提了好多个袋子 那里面也不知道装着什么 那两人穿的 可是百货商店里 才能买到的衣服 听到冯老太的话 张玉心里更加嫉妒了 她之前听说过姜月的一些事情 一个资本家小姐 嫁了露营长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这大院里过得最舒服的 就是姜月了 乃像他们这些嫂子们 天天辛苦的带娃 还要给婆家寄钱 张玉故意说道 他们不会也是资本家的儿女吧 听到这话 冯老太脸色一变 其他的人也愣了一下 如今这时候 投机倒把 资本家儿女这些 可都是要被抓起来的 能进家属院的 应该不是 其他的几个人 虽然爱八卦 但也不敢明着说人家 是这类人 可能是亲戚来的 第52章 为了安全住到家属院里 第52章 为了安全住到家属院里 县公安局里 秦丽走出了公安局 她的脸色有些难看 昨天晚上救的人 居然是研究所的研究员 那里研究员 是想回家探望亲人 却没想到 被坏人给盯上了 若不是 她和手下出手 这个研究员 肯定会被那些人带走 现在研究员 已经做了手术 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个消息 到底是怎么被走漏的 秦安看到秦丽回来 她打量着自家二哥 二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过这里不能住了 我先送你去军营里 这几天 你在军营里住着 等二哥办完事情后 再送你回京城 也可以派人 把秦安送回京城 但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说不定已经 让他被人给盯上了 若是那些人丧心病狂 对秦安下手 后果不堪设想 秦安愣了一下 我去军营里住 他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 他去住 那多难受 我不去 这外面危险 秦丽没有再多说 带着秦安坐上汽车 朝着军营里赶去 这些钱和票你拿着 其他的东西 我也会安排人给你准备 你先住着 要是想找人说话 就去找嫂子 不要相信其他人 到了军营外 秦丽叮嘱着秦安 你怎么这样 只有这里才安全 你明白吗 秦丽语气变得严厉 秦安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他也是军人的子女 明白有些事情不能说 二哥既然这样 一定是出了大事 那你早先忙完事情 来接我 秦丽秦安 你们好 大院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 笑呵呵的 和秦丽秦安打着招呼 许说 麻烦您了 不麻烦 你放心吧 秦安在这里 不会有问题的 秦安看着哥哥离开 跟着许师长去了许家 许师长和媳妇许婶子说了 秦安要在这里住几天的事 小青同志 欢迎你 许婶子笑呵呵的说道 你就放心在我们家住下 多谢婶子 秦安想起江月 开口说道 我想住到迎联那边的家属院去 秦安觉得 住在许家有些不自在 他单独住一个房子 会更好 还可以去找江月说话 虽然他自小和江月就气场不和 许婶子有些愣了 许家的条件 比迎联那边的家属院 自然要好太多 许婶子想劝说秦安 说道 小青同志 那边条件要艰苦一些 在我家里 你吃住也方便一些 婶子 我哥给了我钱盒票 我去食堂打饭吃 另外 那边我也有认识的人 秦安笑着说道 又不过秦安 许婶子只好把秦安送到了 迎联级的家属院 许婶子安排了两个小战士 搬了一些新的生活用品 送去给秦安 秦安看着对面的房子 脸上露出笑容来 可真是巧了 对面的院子 就是江月家的院子 江月 秦安站在院里 喊着江月 江月正在忙碌着 听到有人喊他 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 一看对面 那笑得灿烂得意的人 正是秦安 第五十三章 住进来的人 身份可不一般 第五十三章 住进来的人 身份可不一般 秦安和秦丽 不是离开了吗 看到江月的表情 秦安得意地说道 惊讶吧 我又回来了 不过他并没有追问 秦安本以为江月会问他为什么 正准备对江月的 没想到江月沉默 没有再多问 江月怎么变成了这样 秦安美好气地说道 江月 你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是吗 江月反问道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秦安冷哼道 江月没有理会秦安 转身正准备进屋 秦安气得跺脚 江月 你走什么呀 我和你说话呢 听着秦安气急败坏的声音 江月忍不住笑了 他如今的心态 有时候像个中年人 有时候又像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对于秦安 他如今哪还有和秦安比高低的心思 秦安此刻在他眼里 就是个小屁孩子 傲娇的小家伙 秦安的声音很大 立刻就引来不少人的注意 刚才秦安被人送进来时 也有好些人打量着秦安 知道送秦安进来的人 是师长媳妇 此时都好奇秦安的来历 昨天秦丽秦安来的时候 好些人只看到秦安的背影 并没有注意到模样 同志 你是哪个的家属啊 有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秦安看了那人一眼 直接转身进了屋子里 打招呼的人愣了一下 没想到秦安会这么高 这人怎么和江同志一样 江同志刚来时 也是这模样 我听说 他是许师长媳妇送进来的 天啊 那他的身份可不一般 这来历肯定不寻常 江月听着外面的人议论着 他想起以前 他来家属院时 也是这样 江月把昨天秦丽清理好的猪大肠 和猪肺切成一大块的 放到锅里准备卤制 泡了一杯红糖水 搅拌了好一会儿后 正准备喝的时候 听到了敲门声 江同志 看到是唐昭弟几人 江月笑着招呼着他们 快请进 江同志 外面来了一个女同志 是许师长媳妇送进来的 他们都在猜测 这女同志是哪家的家属呢 听到他们议论的话 江月笑着说道 她不是谁的家属 众嫂子们的目光 都看向江月 江同志 你认识她 江月点了点头 虽然她不知道 秦安突然住进来 是怎么一回事 但肯定是有原因的 江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江同志 听说你昨天买了很大一麻袋的猪下水 江月点点头 那猪下水虽然有些难闻 但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玲玲笑着说道 我之前买过几次 太难清洗了 杨红感叹道 江月听到他们的话 笑着说道 用面粉清洗还是很容易的 多清洗几遍 再加上一些调料煮 就闻不到臭味 真的吗 江月笑着点头 昨天我朋友帮我清洗了 我这会儿正准备乳这些东西 正说话 香味就传了出来 这香味 就是江同志你说的味道 第54章 我做什么 你吃什么 第54章我做什么 你吃什么 江月带着他们进了厨房 揭开锅盖后 香味更加浓郁了 这味道真的好香 江同志 你也太聪明了吧 真是太让人佩服了 众嫂子们没有闻到臭味 满是香味 待会儿做好后 请嫂子们尝尝 不用了 唐昭弟几人连忙拒绝 半小时后 香味更加浓郁了 江月把卤制好的东西 切了一些 用青椒炒制了一碗 拿出来请几个嫂子品尝 这也太好吃了 众嫂子们夸赞不已 这猪大肠完全闻不到臭味 猪肺也是好吃极了 这东西 怎么能这般的好吃 我把方子写出来 几位嫂子要是想做 就照着方子做 太谢谢江同志了 江月家里是欢声笑语的 可秦安此时饿了 闻着香味 知道是江月屋里传出来的 秦安这下哪还坐得住 直接去敲了江月的门 看到是秦安 江月开口了 你有什么事 你在做什么吃的 秦安闻到屋内传来的香味 差点就忍不住咽了口水 你不喜欢的猪下水 听到江月这话 秦安微微瞪大了眼睛 我饿了 想在你家吃饭 江月看着秦安 看得秦安有些不自在 我不会白吃白喝的 我可以出钱 秦安说着 从口袋里 掏出一叠钱盒票 我不缺你那几个钱 你要吃饭 就得负责洗菜洗碗 秦安下意识地就想拒绝 随即反应过来 江月这是答应 让他在这里吃饭了 好 虽然他讨厌洗碗 可是他不想去食堂吃 唐昭第几人 听着江月和秦安的对话 都愣了 这个女同志 不就是对面 刚住进来的女同志吗 看他和江同志 这般熟悉的模样 似乎是关系很不错 唐昭第和林林几人 识趣地开口告辞 江月把菜谱递给几人 谢谢江同志 众人离开后 秦安在沙发上坐下 看着江月 一脸怀疑地说道 江月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江月坐下 一脸淡定地看着秦安 我没有受什么刺激 倒是你 怎么突然住进来了 听到江月的话 秦安美好气地说道 你知道我们昨天有多危险吗 秦安把昨天遇到坏人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到县里的招待所里有歹徒 还有人重担的是 江月心里也有些惊讶 秦丽这样做 确实是极稳妥的 要不然 那些坏人查到秦丽 一定会报复的 那你这些天 就好好地在院里待着 这家属院里 如今是安全的 哼 听到江月的话 秦安又冷哼了一声 江月没有理会秦安 朝着厨房走去 秦安又跟了过去 江月 今天中午吃什么 我做什么 你吃什么 秦安听到江月的话 说道 我可以给钱 你做我喜欢吃的 再废话 你就别吃了 听到江月的话 秦安气得跺脚 江月怎么还是这么地讨厌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现在在骂我 江月抬起头说道 第五十五章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第五十五章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秦安咬着牙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他先把账给记下来 以后一定要还回去 要让江月知道 他可不是好欺负的 秦安在心里暗暗决定着 看到秦安背对 却有气不能出的模样 江月笑得更欢了 没想到 秦安是这么可爱的人 没多话 江月就炒了青椒肥肠 青菜和紫菜蛋花汤 看着青椒肥肠 秦安心里犹豫不已 昨天这东西的味道 他可是闻到了的 现在虽然香得不得了 可以想起昨天的味道 他又有些不敢吃 江月把饭放到秦安面前 拿起筷子吃饭 吃饭 江月没有再多说什么 开始吃饭 秦安先是吃着青菜 又咬了一点紫菜蛋汤 这两个菜味道都不错 可他喜欢吃辣的 喜欢吃肉 现在这么香的菜在面前 秦安一咬牙 决定先吃了再说 加了一块 快速地放到嘴里 龙玉的香味在嘴里炸开 秦安吃惊地看着江月 猪大肠一点臭味都没有 变得这么好吃 江月是会变魔术吗 江月抬起头 看着秦安 秦安连忙低下头 装作没看到江月的目光 又加了一块子猪大肠 这味道 真的比国营饭店的饭菜 要好吃得多 昨天的饭菜也是好吃得不得了 难怪江月今天这么的嚣张 说让自己洗菜洗碗 洗就洗 反正他又不是没有洗过 秦安吃了一碗饭后 看了江月一眼 他仰着头站起身 又咬了一小碗饭 看到秦安那傲娇的小模样 江月装作没看到 继续吃着饭 吃过饭 江月把碗筷放到厨房的水池里 秦安吃过饭后 立刻去洗碗 江月站在厨房门口 看着秦安洗碗 洗得像模像样的 也是 他们这种家庭 家里长辈们都是吃过苦的 都会培养孩子们动手能力 他以前在家里 虽然不怎么做饭打扫卫生 但是也会帮着摘菜洗菜 或者是洗碗的 也会陪着爷爷奶奶种花椒菜 秦安洗碗碗后 看到站在门口的江月 他冷哼了一声 江月嘴角勾起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早上我去食堂买早饭 中午晚上 你来我这吃饭 想吃饭就要干活 知道了 秦安冷冰冰的回了一句话 秦安朝着外面走去 江月听到了 有人和秦安打招呼 闺女 你是哪家的呀 怎么从他屋子里走出来 秦安看向冯老太 又收回了目光 朝着对面的房子走去 他不是个哑巴巴 冯老太看着秦安离开 没好气的说道 要不是听说这个女同志 是师长媳妇送进来的 她怎么可能来巴结 这般高傲的模样 给谁看呢 张玉目光转了转 说道 冯大娘 她从江月的屋子里走出来 说不定 他们是认识的 要不你去问问江月 张玉这几天 没敢和江月说话 现在看到冯大娘的模样 自然是想怂恿冯大娘找江月 万一冯老太和江月吵起来 他就可以看戏了 问就问 冯老太拍着江月院子的门 第五十六章 你怎么把陆玉哥给骗到手的 第五十六章 你怎么把陆玉哥给骗到手的 听到拍门声 江月打开房门 看着院外 江同志 你出来 我有事问你 冯老太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江月直接关门 碰 冯老太没想到 江月连面子都不给他 他觉得丢脸急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花了男人几百块 现在穷的只能吃猪下水 冯老太气急败坏地骂道 张月也听说这事了 看着关上的房门 张月心里也有些得意 他男人和陆营长 他们都出任务去了 虽然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以前出任务 少说半个月 多则一两个月 江月穷的吃猪下水 说不定不等陆营长回来 江月就得找人借钱 到那时候 他一定要好好地宣扬出去 抱江月之前害他脸 差点毁容地愁 冯老太朝着另外的人走去 大肆宣扬着江月乱花钱 穷得只能吃猪下水的事 娶媳妇一定要擦亮眼睛 绝不能娶这么败价的冯老太 说着过来人的经验 张月也附和道 冯大娘说得对 这过日子一定要节省 哪哪都要花钱 不节省 就只能吃猪下水了 江月坐在客厅里 这几人说话这么大声 他哪里听不到 他懒得和这些人计较 江月没计较 对面屋的秦安却生气了 他端着一盆水 走到院子里 朝着外面洒着 吵什么吵 要吵离院点吵 冯老太和张玉几人 都吓了一大跳 要不是躲得快 这水就浇他们身上了 这女同志 怎么这个样子 冯老太美好气的说道 小声点 她可是师长媳妇送进来的 肯定身份不一般 有嫂子劝说着冯老太 江月听着声音越来越远 忍不住给秦安点了个赞 对于张玉和冯老太他们 她的态度也会和秦安一样 像唐昭帝和林林几个嫂子 她自然是愿意来往的 早晨听到起床号醒了后 江月又继续睡着 结果没多话 听到了哐哐哐的敲门声 她一脸不悦的去开门 干什么 看到秦安 她美好气的说道 我去食堂买了早饭 分你一半 秦安听到江月的话 语气也很是不悦 江月打开门 让秦安走了进来 看着秦安手里的吕饭盒 江月在沙发前坐下 这么早 你怎么不多睡坏 秦安听到江月的话 满脸嫌弃的说道 七点多 快八点了 还睡什么睡 秦安把饭盒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江月看着她 拿出包子馒头粥 油条 这东西塞得满满的 这是两个人的饭量 四个人也吃不完 吃过早饭后 果然剩下一半多的东西 这些留着中午 再吃 我再炒几个菜 听到江月的话 秦安也没有反驳 看到秦安坐在沙发上 望着自己不吭声 江月皱起了眉头 你有话要后说 秦安翻了个白眼 看着江月 说道 你怎么把陆玉哥给骗到手的 听到秦安的话 江月笑了 这怎么叫骗 我长得这么好看 他对我一见钟情 情根深重 爱得不得了 第57章 秦香找到家属院 第57章 秦香找到家属院 听着江月这嚣张得意的话 秦安心里更生气了 他这辈子 就没有见过江月这般不要脸 脸皮厚的人 江月看着秦安的表情 说道 你是不是在说我不要脸 脸皮厚 秦安猛地瞪大眼睛 江月怎么会明白他怎么想的 看到秦安吃惊的模样 江月笑了 以前秦安可是这么骂过自己 不过秦安这小姑娘 虽然任性傲娇 但骂人也就这么几句 不像其他的人 骂人可难听了 江月和秦安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天 虽然两人相处 还是和前几天一样 但是秦安脸上的笑容多了一些 说话也没有之前那么难听了 他可不会承认 是江月的厨艺太好 他不敢得罪江月 江同志 门口来了一个女同志 说是你同学 哭哭啼啼的要找你 江月和秦安正在吃午饭 突然有嫂子跑来敲门 听到嫂子的话 江月立刻想到了一个人 秦香 算算日子 秦香失踪到现在 也有半个多月了 这是被人救出来了 江月开口问道 是不是叫秦香 对对对 就是叫秦香 江月脸上露出激动的模样 说道 太好了 我正担心他呢 江月放下筷子 快步朝着外面走去 担心 秦安觉得不对劲 他也放下筷子 跟着江月 朝着家属院门口走去 秦香此时穿着一套 打着补丁的衣服 背了个小的背包 他看着这个家属院 眼里满是恨意 这半个多月 他受尽了屈辱 想尽了办法 才逃了出来 要不是遇到好心人 他一定会被那家人打死的 江月走到门口 看到瘦了一大圈 满脸憔悴的秦香 他瞪大了眼睛 一脸失惊地说道 秦香 你去哪了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 看着江月穿着精致 模样好看 整个人也比之前圆润了一些 秦香的手掐着手心 死死地咬着嘴唇 压抑着心里的恨意 若不是江月 他绝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他恨江月 为什么那个被拐卖的人不是江月 为什么 秦香眼里的泪水 瞬间涌出来 一滴接一滴 江月 听到秦香的哭声 江月继续表演着 你这是怎么了 给我说说 江月难道不知道 他出什么事了 听着江月虚情假意的话 秦香恨不得划花江月的脸 可他出的事 他不能和江月明说 更不能让江月传给其他人听 黄如此时走了过来 说道 江月 这是你什么人 我是江月最好的朋友 呜呜呜呜看到黄如 秦香觉得黄如的气质不一般 这个年纪 一定是大领导的媳妇 黄如脸色严肃的看向江月 说道 江同志 这是怎么一回事 领导 我是来投奔江月的 他说让我来找他 我沿着铁路走了十多天 才走到这里 黄如一听 觉得秦香的话好像不对 故意问道 你为什么要沿着铁路走十几天 我和江月一起坐火车来的 结果那天我一醒来 就没看到江月 下了火车后 才知道 离乡城还有豪远 第58章 江月 你和陆寅长离婚了吗 第58章江月 你和陆寅长离婚了吗 秦香这些天 除了想逃跑 还想着 要是有机会见到江月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江月的真面目给揭穿 是江月害了他 他这辈子毁了 要不是那人救了他 他一定会被那家人抓回去 会被打死的 他再也别想逃出来 听着秦香的假话 江月脸上满是担心 秦香 你什么时候下车的 我没找到你 我还报公安了 听到报公安 秦香的脸色顿时大变 报公安 那他的事情会被人发现 你报公安做什么 我没事了 秦香有些气急败坏的说道 黄如看到这一幕 越发的觉得 这江月和秦香之间是有事的 江月 你同学来投奔你 你不把人请进去安顿好 黄如笑着问道 黄嫂子 我那屋子里只有一个床 其他房间都放着重要的东西 只能让秦香住部队招待所了 听到江月拒绝 黄如一脸不赞同 人家这么远来投奔你 又是你让他来的 怎么能让人家住招待所 正好陆营长也不在 你们俩睡一张床刚好 听到陆营长不在 秦香眼里闪过失望 他来部队 就是想接近陆玉 想从江月手里夺走陆玉的 陆玉不在 那他可怎么办 他怎么揭穿江月的真面目 我不喜欢和外人睡一张床 听到江月又拒绝 秦香气得咬牙切齿 江月这是故意的 秦同志 那我去和他们说说 给你找一间房间先住着 听到黄如的话 秦香激动得泪流满面 谢谢领导 黄如脸上带着微笑 说道 叫什么领导 叫我萧婶子 萧婶子 秦香感激极了 秦香的目光又看向江月 语气有些小心翼翼的说道 江月你和陆营长离婚了吗 这话一出 黄如和秦安等人全都震惊了 秦香说完后 仿佛才察觉自己失言了 连忙解释道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你是说 让我来陪你找陆营长离婚呢 江月笑了 似笑非笑的看着秦香 看得秦香有些头皮发麻 秦香 你是不是这些天赶路糊涂了 我什么时候说 要和陆营离婚了 听到江月不承认 秦香心里一惊 语气急切地说道 来之前 你就是这样和我说的 江月嘴角扬起 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 我可没这样说 黄如的目光 顿时冷冷地看向江月 江同志 你真要和陆营长离婚 我家老陆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和他离婚 我们现在感情好极了 听到江月否认 秦香怀疑 在这些天里 江月和陆营 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 否则江月 怎么可能会改变主意 秦公志 你先随我去找房子吧 待会儿再来找江同志 黄如笑盈盈地说道 他还得好好问一问秦香 江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得仔细地打听清楚 江月 我跟萧婶子过去可以吗 秦香有些害怕地 看了江月一眼 仿佛江月不答应 他就不过去了 第59章 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给他数钱 第59章 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给他数钱 你来这里 是想找份工作 而不是为了陪我 你想去呢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江月故意说起工作 秦香立刻停住了脚步 小月 那个工作 你秦香一脸期待地 看着江月 哦 那个工作 我辞了 什么 你怎么能辞了 那可是文工团的工作 你答应送给我了 秦香失声喊了起来 那可是文工团的工作 是最好的工作 江月说好要让给他的 怎么能辞了呢 秦香差点疯了 看向江月的眼神 也满是恨意 若不是江月同意 和录营长离婚 要不是江月有文工团的工作 他怎么可能会陪江月来相成 要不陪江月来相成 他怎么会遇到那样的事情 一切都是江月的错 听到江月有文工团的工作 黄如的眸光闪了闪 他更要问清楚这件事情了 他开口提醒着秦香 秦同志 秦香压下心头的恨意 也顾不得在人前抹黑江月了 他眼里含着眼泪 朝着黄如走过去 小婶子 黄如带着秦香 朝着前面走去 秦香回过头 看着江月 一脸委屈的模样 江月面无表情 看着秦香表演着 秦安把刚才的一切看在眼里 说道 江月 你这个同学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到秦安毫不客气的话 江月笑了 你笑什么 我和你说认真的 你可别蠢的相信这人 不然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给他数钱 秦安有些生气的说道 这个秦香目光躲闪 看向江月的目光 还有些愤恨 说的话也不是什么真话 反正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说的对 江月笑着点头 看到江月这样 秦安以为江月是敷衍他 他更生气了 你不听 有你后悔的日子 秦安气冲冲的朝着江月的院子走去 江月在后面走着 回到客厅 秦安坐在桌子前吃着饭 看向江月的眼神 也带着怒气 眼神像是利剑一样 嗖嗖的飞向江月 他说 你要把文工团的工作给他 江月点头 之前是这样想的 你还能再蠢一些吗 你把这工作给他 凭什么 因为他会哭 还是他会哄你 秦安越发的觉得 江月有些蠢了 说话也越发的不留情面了 文工团的工作 可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 你要是给他了 你做什么工作 秦安看向江月的眼神 越发的恨铁不成钢了 江月怎么能蠢成这样 我前几天 去刘团长那里 辞了这个工作 之前江月去了一趟 刘团长还没打消 让他进团的心思 前几天 江月又去了一趟 但刘团长还是想着 让江月再多考虑一些天 想到刘团长 江月叹了一口气 刘团长确实是个稀才之人 文工团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辞了 秦安很不理解地看着江月 他已经被推荐去读大学了 要是他没去读大学 肯定也是进文工团 每天训练太累 秦安此时看江月的目光 满是无语 第六十章 说谎 第六十章说谎 快吃饭吧 江月催促着 黄如去找了后勤部的 说这是他侄女 又是江月的同学 来文工团找工作的 想在家属院里借助一些天 有了黄如出马 事情自然是成了 秦湘说着各种感激的话 差点给黄如跪下了 审子 您对我可真是太好了 黄如笑眯眯地看着秦湘 说道 我的女儿和你年纪差不多大 她如今在外面读书 看着你 我就像看到了我女儿 秦湘更是眼泪汪汪地看着黄如 说了一会儿话后 黄如问起了秦湘和江月的事 你和江同志是同学 初中还是高中同学 秦湘擦了擦眼泪 说道 是高中同学 黄如看向秦湘的目光 更加和善了 没想到 小秦你还是个高材生 秦湘装作害羞的模样 说道 审子夸奖了 看到黄如又望着他 秦湘明白 另外黄如是想从他这里 听到江月的事 江月家里是京城的 家里条件很好 秦湘只知道 江月家里是大院里的 但是江月爸妈的身份是什么 他并不知道 他也找江月打探过 但是江月并没有告诉他 秦湘那时候 就觉得江月这个人太虚伪 要是真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就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 他却不知道 江月自小就被家里人叫到 在外面要谦逊 不能把家里的情况说出去 秦湘知道江月家有钱 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家里条件很好 黄如皱起眉头 怎么个好法 听说他家里有人开小轿车 还有个叔叔给他钱 一给就是上百块 开小轿车是真的 是三叔江森开的小轿车 三叔如今开了一个公司 和外国人打交道 帮着国家赚外汇 只不过秦湘并不知道 也以为那个叔叔是个资本家 黄如听到后 吃惊得不得了 随便一给钱 就是上百块 除了资本家 什么人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他家里是资本家 听到黄如的话 秦湘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摇摇头 却没有否认 我不知道 别害怕 婶子不会说出去的 黄如又问起了文工团工作的事 江月在文工团的工作 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来找陆营长离婚 还说把文工团的工作送我 我以为是真的 就跟着他一起过来了 没想到 他却在火车上把我扔下了 想起那些天的痛苦经历 秦湘又痛哭了起来 找陆营长离婚 把文工团的工作送给秦湘 黄如心头一喜 故意板着脸说道 你说的这些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是说谎 婶子可要把你送去农场 接受教育 听到黄如的话 秦湘吓得连忙摇头 我绝不敢说谎 婶子你要相信我 不知道为什么 秦湘觉得 江月对她的态度 和之前是天差地别 如今连住都不愿意 让她一起住 她虽然想着哄江月 心里又觉得 这个领导夫人 好像很厉害 她要讨好八件 说不定能对付江月